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佛三家是我们中国传统中华文化的精髓 对吧 但是佛教从东汉末年传进中国以外 影响中国的语言文化生活习惯 思维方式很深 尤其是因果观念 对吧 佛教当中也说做好人 在做好人里面没带上因果的话呢 总有能力度不够 对吧 极其一种一种出于自愿的 你做好人自愿的对吧 但是因为因果观念以后 做好人又得好报 对吧 就会现有快乐的果报 恶有充实的果报 这种有差异 然后呢 确实那智慧 佛教文化的智慧来说很不简单 心经就代表整个佛教思想里面最高智慧 就在心经 如果你听过 但是我跟你跟大家讲 市面上绝大部分的书解都解错 网上绝大部分都解错 都是妄文生意乱解 讲经的人也绝大部分解错 为什么呢 他们没有根据唐朝的注解 但是要心经是唐玄庄大师 唐三藏玄庄 这个心经讲义你要给一份我 小白 第一我们开始竟是开始讲了 第一个要讲的就是什么是佛教 这是ABC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 有没有人回答我什么是佛教 你说 我现在见过你是吗 在哪里见过你 没有 有点面说 很好 讲到非常好 佛陀的教育 佛教大概就是佛陀的教育 佛陀是什么呢 你讲一讲 佛陀是什么 觉悟的人 对了 但是这个觉悟的内容 有两个 有两个条件 三个条件 要自觉 觉他 觉性 圆满 这个不行 嗯 这个比不行 这比不行 自觉 这三块 第一块自觉 第一个觉他 觉性圆满 自指寻求觉悟 但只是自己满足于自己觉悟的人了 这小城 啊 这个小城啊 这个城就是车的意思 车城 樊门叫烟了 小城叫 一那烟了 就是小车 摩托车 快铁 只能一个人 达到目的地 准多顺路多拉一个人 对吧 这是小城 啊 能够觉他 让他人觉悟的 这个才是大城 啊 大城 就是大车的意思 至于什么 好 这个旅游 豪华旅游巴士 豪华游轮 啊 珍宝飞机 啊 甚至海上的救生船 不断的打捞 这些 吊在水里面的人 好像我们马航 吊在水里面不见的 在印度洋 我们派出救生船 去救他们 这个呢 就是大城佛教的精神 小城只顾自己解脱 大城啊 要帮助别人解脱 觉悟 啊 所以就自觉觉他 觉性圆满 觉悟靠什么 首先觉悟什么东西 觉悟宇宙 真理 真理 真理什么 就是心经里面的内容 所以佛教最高 心经的内容 所以觉悟需要智慧 行为 就是慈悲的行为 啊 慈悲的行为 智慧 觉悟的智慧 跟慈悲的行为 已经到了圆满境界 才能叫佛 小城最高境界 只要叫罗汉 罗汉 已经不用再学了 已经没有烦恼了 个人的烦恼解脱了 但是他没有这么大的 愿力 没有这么大的 这个 这么伟大的情操 去帮助他人解脱烦 这个大臣呢 就叫菩萨 心经里面观自在菩萨 就讲菩萨 对吗 就菩萨后面会解释 什么叫菩萨 然后呢 圆满的菩萨 智慧跟慈悲到圆满境界 就是佛 这个概念 所以佛教是一种教育 一种文化 不是宗教 宗教定义什么呢 下面讲 看一下 好吧 在巴黎的时候 公开讲 我们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佛教要办一个重要的角色 在国内受到不断的转债 但是不久 中央电视台就出来说明 北京报纸 北京晚播也出来说明 特别诚称 因为共产党的总书记 在外国挺佛教 这个令到佛教很多人 尤其是出家人佛教信徒 特别兴奋 特别高兴 但是他马上跟人出来说 佛教的本质不是宗教 是教育 让你们不要太兴奋 对吧 不要太兴奋 国家不是在提倡迷信 在弘扬教育 要搞清楚 现在大家都把佛教变成一种迷信 在庙里销高香 完全是迷信行为 这个字叫Veligion 英文叫Veligion 你查牛津字典 查什么字 什么叫Veligion呢 人跟神的关系 这个神 西方这个神跟中国人这个神不一样 中国人死为鬼 人死了就是鬼 所以你的祖先传遍鬼 在佛教也不能这样叫 鬼是恰恶道的 是受苦的 一般是恶鬼 所以你说他死了做鬼了 在佛教说你是嘴咒他 在中国说是自然的 鬼魂鬼魂 对吧就这样子 所以这概念不一样 就民间 中国民间跟佛教的用语 其实同一个字不同意思 你们要搞清楚 所以我老说 你可以不信佛教 你不能不懂佛教 作为一个中国人 多少要懂一点 了解一点 好吧 这个所以呢 神一样 高级的鬼就是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 比如说有些孝子贤孙 地方向的做很多慈善的东西 死了以后啊 被人家盖个祠堂 盖个小庙 来摩拜他 崇拜他 什么 也有什么车工庙啊 什么庙 这就叫神了 明白吗 黄大仙子就是神了 香港我不知道 这个你们的城隍庙 可能知道吗 是不是天号 天后就是 啊 我 这天后的故事 虽然我是福建人 我是香港出生 但是呢 看电视局也看过一个天后 刘涛做那个天后 大家记不记得 没有看过那种 马祖 马祖 他是一民间女孩子 对吧 后来就封神了 变神了 意思就是 好人 做了很多好事 救了很多海上的难民 他死后就封神了 这个封神是谁封的呢 但他们会说欲王大帝 但欲王大帝 你哪里证明有没有欲王大帝呢 就是人封的 其实 老百姓给他凑钱给他盖个庙 对吗 给他香火 那就变神了 就这样子 但西方的神完全不一样 西方的神叫什么呢 西方的神叫 Almighty God Almighty God Almighty God 就是全能绝对的神 Almighty 就是 all power 就是 all kind of power 他拥有各种各样的能量 全能的 最高权威的 甚至是什么 一般来说 他就跟这个概念连接近 创造主 创造主 创造宇宙 宇宙是他做出来的 很厉害 这个西方的神就是这个 所以又叫上帝 又叫真神 回教就叫真神 基督教叫上帝 对吧 印度教叫大凡天 对吧 中国叫原始天珠 叫盘古 反正接触是神教 这个神教里面有分一神教跟多神教 一神教就只有一个神 没有人能挑战他的地位 屹高无下 多神是什么呢 就是泛神了 就是中国的道教 玉皇大帝啊 很多 在西间有成就人死了以后就变神了 叫多神教 甚至有叫泛神教 佛教都不是 佛教是无神论 佛教的释迦牟利是个觉悟的人 绝对不是 绝对连跟道教严格的都不相似 我们有道教专家 这个卢博士在 对吧 这个 连道教的神 都不是 道教是多神 严格是多神论 对吧 这些是 也许是无神论 觉悟的人 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人 这个觉悟 他可能有一定的能力 一定的能量 正能量 但是 他不是上帝 他不能主宰一切 他不能决定人类的命运 人类的命运是他自己决定 他不能去替你改变你的命运 只有你自能改变你的命运 如果你做了坏事 你求佛 佛帮不了 香港以前有个毒贩 很有名的四大家族之一 他在这个香港的潜水湾盖了一个 盖了一个观音像 有人说去天后 有人说观音 反正看起来差不多 先后就是马祖了 对吗 盖了不久 建老不久 他就被抓了 我说这个好事 全靠他盖了这尊 为什么呢 早点被抓了 他罪业小一点 对吧 如果他越晚被抓 他贩毒的罪业越大 对吧 这可能真的帮了他这尊观音 盖了以后早点被抓 他以为 但是他的心态是以为盖了这尊观音 或者罚主可以来赎罪 他做了坏事 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只是贪官 有些什么 跑到五台山去 跑到五爷庙 五爷庙是什么庙 不是佛教的庙 香火最旺盛 是龙皇庙 听说最早是有些地方领导在讨论 怎么搞好五台山的旅游 就说哎呀把这个 弄个五爷庙出来 沿漏了 把他吹啊 吹啊用双船 一下子香火旺盛 很多 很多人说哎呀去求官了 升官了 去办了拜了以后就升官了 这些都是嘴巴吹出来的 旅游单位吹出来的 慢慢就盛起来了 那现在被切发了 对吧 就是这样子 很多民间迷信 都算到佛教的头上 都说佛教是这个东西 弄得很多政府官员 知识分子 学者 啊 专业人士都害怕佛教 一堂一堂佛教都跳开 坎开 觉得你一教你是佛教 你就跟封建迷信 一直挂过别人在一起 但我到哪里 我是身兼十几个大学的科教教授 啊 我也是很多地方的统建部对外的海南会的理事 我到哪里很多政府官愿意来听我讲课 啊 跟厦门是比较保守的一个地方 没有政府官员来 今天晚上 啊 今天下午 但是我还有很多地方 啊 共青团的领导 啊 民中局的领导 统建部的领导 啊 甚至中医局的领导 很多文化的领导 都愿意来听我讲 因为我在讲文化 我在讲教育 传统文化精髓 我不是在宣传宗教迷信 啊 原成不是老一回事 所以你在文化讲堂讲非常适合 对吧 我就特高兴 啊 就这样 你把我放在宗教系 我还不一定高兴 去拿你讲课 对不对 所以 大家记住 religion 就是 佛教没有 啊 没有这个上帝 没有这个事 没有创造主 佛教反应在挑战这种说法 如果宇宙是某某个神来创造的 这个某某这个神 你叫相帝 要叫耶和华 要叫什么也好 他又是谁创造的呢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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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答不了 回答不了 对不对 你说这个宇宙有应该有开始 好了 我们知道所有的开始 都是另外一段时间在结束 我们接着三点十五分开始 比如说这个讲座 啊 这个是我的车腰路 因为我也不守向嘛 啊 来晚一点 然后从三点十五分 以前就是我这个旅程 结束 啊 原来我可能两点半 从酒店出发 那是我午饭来结束 我午饭 从一点半开始 我一点半开始去办 去了两点半 啊 那是我这个 从飞机墙到酒店旅程的结束 比如说我12点半到厦门机墙 我从北京飞来飞机航班的结束 我今年五点半就起床了 在北京 对吗 那是我昨天睡觉的结束 结果你证明什么呢 就是每一个节 开始都是另外的时间的结束 你说这个地球有个开始 但是可能其他星球的结束 啊 这个或者说这个宇宙开始 可能是另外的宇宙的结束 等等等等 你根本永远推不着 好像一条线 如果你懂数学的一条线 你只能说几条线 不能说几条线 这个开始 这个就结束 只能说几条线 A到B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线前面还有线 你没有画出来而已 对不对 这个空间都是线 就是前面来一段叫invisible line 就是看不到的线 这一段是visible line 是你画出来的线 看得到了 后面来一段又是invisible 又看不到 对吧 后面还有线的 你去念geometry 几何学第一课就是说 这个空间就是点线面组成 无数的面 无数的线 无数的点组成这个空间的 就是这样子 你说你以为这个是世界的开始 这是A点 前面还有开始你看不到 所以人类现在望远镜 什么看能看到宇宙 多少多少年前开始 那个只是现在看得到 越干年后 你可能又推翻了 科学家整天都推翻自己的发现 对不对 但是他们起码推翻了上帝 推翻了宇宙有创造成 但现在很多人就像圣像帝 我就问这为什么 我为什么学佛呢 跟大家讲 我是四十几年前 我近年五十八岁 四十三年前 四十四年前 我十五六十四五岁的时候 在香港的中学 我在福建在香港出生 在香港中学 中学二年级 我的同班同学 就有几独教 团器的团长 几独教很厉害 他像共青团一样 他搞一些青年团 就渗透了各个中学里面 搞教会活动 要天举教的同学会 他们觉得我这个同学 同学还是比较优秀 想希腊我的教徒 我就跟他们讨论 讨论结果 我当时没有中 没有宗教 也没有研究佛教 还没研究 但我很喜欢中国文化 唐诗诵词 我最崇拜的是唐诵八大家里面 有很多都是学佛的 什么柳中原啊 白居易啊 王维啊 王安石啊 苏东波啊 近代我喜欢看的 有些著名的哲学家 思想家 什么梁启鸟啊 梁寿敏啊 雄实力啊 等等等等 都是学佛的 张太燕啊 我就觉得佛教一定有 特别的地方 这样这么高的知识分子 都能接受佛学 他一定有 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有机会要研究一下 我现在当时这个心态 还没时间 但是这些几度教的同学 听者的同学 就老来找我 希望我信教 我就有基本的尝试 问他还是问他 首先他说你干什么 要信你信教 我就问我干嘛 我要信你教 他说因为你有罪 我说为什么我有罪呢 因为你的祖先阿当夏娃 偷去了个平 犯得罪了 犯的罪 被赶出伊甸圆 你叫原罪 卡丁诺信 原始的罪 不是你的罪 是原来祖先做下的罪 霍根在哪里 那我 我后来就听他们讲了 当然他们讲 那么就是头头四倒了 我当时我不懂佛学 我就用年轻人 十四五岁年轻人的强词 就问他 我说 这样子 我有些问题 首先你这个上帝 比中国里面的更厉害 中国里面盘古 中国有分工 盘古开天霹雳 就是神话 当然是真正道教 可能不讲这个 什么原始天尊 各有功能的 各有各的职责的 没有说这么高的权力 集中在上帝一生 他又是创造宇宙 又是管理这个世界 对吗 那我说好了 我说既然你创造了这个世界 创造了人类 但是你为什么 让他犯罪 这是人理创造的 你让他犯罪 你是无所不知的 叫全知 他们的上帝 一定是第一个要全知 无所不知 只要全现 就是一切的善 最善良最善良了 然后合起来叫全能 无所不能 这是上帝的特征 这跟佛教完全不要 佛教觉者 自觉觉他觉性圆满 慈悟悲跟自慰圆满 这完全是个人 所以一个老是个导师 有个人像孔子一样 带着他学生比孔子多 孔子就72个 有的时候还没这么多 徐家毛利在恒河流域 动不动带着上千个学生 对吧 剃头的学生 他也不一定全剃光了 当时对吗 不像现代的出家人一定剃光 有些人考证过说会留一点点头发 你的32相里面是有头发的 活了32相 好了 反正这样子 那这样子呢 我就说 你这个上帝创造了人类 然后你再放在伊甸眼里面想 在伊甸眼里面 你又没管好他们 让他们抽去个苹果 对吧 你可能说不能忘去这个苹果 去了苹果 就会有欲望 会犯罪 怎么样 好了 你现在是全知的 你明知他会犯 你预知的 未来事情你知道的 你是神 是上帝 那为什么让他去军 他是要考验他 好 我说这个你有理道理 但是 你明知他通不过考验 当时我刚念过什么孟子 中学的时候 那孟子怎么说呢 他说乍箭如子将入于井 大家记得这个故事 就看这个小孩子在井 井旁边 要掉下井里面 会被淹死了 对吧 那你会有忍人之心 对不对 不忍人之心 你不会害怕这个小孩子 如果你是妈妈 你现在在座可能很多做过妈妈的 如果一个小孩子出来 你在井水边 在湖水边 你会让他自己去玩吗 你不会盯住他吗 你说试试他掉不掉下水 你这还能做到父母吗 好了 你这上帝是天父 你明知他会犯罪 你就让他事实能不能犯罪 你明知他受不起这个考验的 这个小孩子无知 他一定会掉下井里面的 你还是让他去试试看 你到跑过去救了救不及了 这个违反你的逻辑 当时我很奇怪 我小小的时候很喜欢逻辑 很喜欢思考问题 对吧 我说第一个 你违反了全知 二神你不详心 你让他犯了罪以后 他或人子孙 阿当下王 到今天我们都有罪 所以要来信教 对吧 赎罪 这个说不过去 你这个太残忍了 让我们几千年来人类 成就这么多痛苦 如果 这痛苦是你最造成的 没话讲 我们人类的贪婪欲望 对吧 做成战争 做成灾难 但是如果是祖先 驱错了个苹果 害到我们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有点像冤枉 对吧 对不对 我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 哎呀 是 因为魔鬼也有他 他回答不了问题 我这些同班同学 又跑回去跟牧师讲 跟神父讲 问完以后 又回来回答我的问题 对吧 我们中午就一起去饭 去吃个盒饭 一个一个很便宜的盒饭 当时几块钱香港 四五十年前 一两块钱 已经很开心了 很不得了了 就聊天 去中学生嘛 你让我说 他说 因为他是魔鬼的人 哎 我说 这个上帝 我又问了 我当时也不懂什么 我就是奇怪 既然这个宇宙是上帝创造的 魔鬼哪里来的 也是 对了 是不是也是上帝创造的 他们也回去问 问了要 又回来回答我 这是上帝的天使 背叛了上帝 所以来引有阿当下 我说这又奇怪了 我说 为什么这么好的人 传善 三个定义 传知传善传能 传善的上帝 还会有人背叛 如果你有个老板 你有个领导 好人都不得了 对你 哇 真的大恩大德 你会背叛他吗 那你都不是人了 对吧 那这个怎么会有人背叛 何方还是做出来的人 如果你父母对孩子非常好 所有东西都是上帝创造 好像你说的 摩古里最早是天使 天使也是上帝创造的 那上帝如果对他好得很的话 等于父母对孩子好得很 孩子会不孝顺吗 会背叛父母吗 不可能的事情 用人伦 我就纯层用中国人伦 人伦道德去问自己的问题 他们又会去问 又会去问 问了最后句 上帝是不能怀疑的 你只能信 你不要再问这么多了 这些结论就是这样子 只能信 那我觉得不行 我这个维毛满足我 对这个宇宙人生的要求 这种这种观念 所以 这个后来我慢慢研究结学了 叫这个什么 这叫一元论 一元论是非常危险 连中国的道教都比较高明 对吧 道教是无济生太济 太济生两义 有阴有阳 对吧 就是两一 不是一元 是二元 到了这个 分阴阳的时候 不是纯限 或者纯恶 所以你圣善 说圣本限 或者圣本恶 可以都错 佛教就高明 佛教不说善恶 他说有漏 有漏 就是人一开始就有烦恼 有直觉 有直觉 这叫无明 对真理不明白 对真理不明白 才有直觉 有直觉才有烦恼 有烦恼 才做一些不正 不适当的行为 所以不适当 满足自己的贪 干真痴 各种欲念 延后才会生死轮回 这全是自作英自受国 跟父母亲没关系 你不能赖你的祖先 赖你什么 就全是自己要承担英国 佛教 大器很多 自己做的事情 自己负责 对吗 不要老往向赖 赖你 你自己精神不努力 就赖父母 父亲 没有钱 我不是官乐代 我不是父慧代 你不要老往往向推自己 父亲 对吗 要自己努不努力 所以 议言论就是 你一开始的这个议员呢 是存现的 存现的议员 就是善的 没有恶的 那后来怎么会有恶性出现 这恶性怎么来的 就等于说魔鬼怎么来的 一样 佛教啊 后来受了中国的思想影响 也有这种倾向 就是大成喜顺论里面 这个如来藏的思想 所以中国传统也是佛教徒 信律学佛人了 不明白这个道理 劳系觉得那个如来藏很好 其实这个如来藏是有问题的 就是因为他讲 纯燦议员 一开始就是最完美的 那既然一开始最完美 后什么后来变得不完美 如果一开始不完美 还可以进步 有希望让他完美 对不对 也才是好事啊 你像人类在搞退步主义 对吧 从完美到不完美 性经里面的阿当笑话 就是从完美到不完美 在伊甸园是这么好的世界里面 退落落落了 对吗 害到我们今天这么惨 对吗 这不是我们的理想世界 所以佛教用这个解释 最早是因为无名 无名就是无知 对真理不了解 什么是真理呢 心经讲的就是真理 所以佛教最终 最透的真理 所以我们要得到真理 需要自我 佛教需要自我 佛教的智慧 不是靠信仰得来的 是靠文思修得来的 文思修就是听文阅读博经 思考 把这些听到的东西 读到的东西 融会贯通 变成自己的东西 也要去修实践 实践是修什么 在日常行为里 行为之中 把这个充分的花灰体会出来 甚至修止观 什么叫止观呢 止观就是我们的打坐的时候 我们的打坐 这个打坐不一定要盘腿的 大家以为打坐一定要盘腿 不用啊 中国儒家也不盘腿的 就是坐在这里就可以了 反正你咬你脚 打着地 踏踏实实的坐 不要蓝蓝散散的坐 对吧 很端正的坐 正轻微坐 拿这个精神很集中 这就可以修止观 止就是集中 没有妄念 观察观察宇宙人生的真理 这是修所成为 你在非常集中 非常灵静 非常安稳 没有杂念心态里面 运用你的智慧是思考问题 慢慢慢慢的智慧就成熟了 有酷人贯通的感觉了 就是修所成为 这是最高的 所以我们的智慧就这样来 文思搜 文会怎么来呢 一定要靠老师 最重要是好的老师 导师 我们这个思想最伟大的导师 就是世上王 但思家牟尼这个导师没有专利 你努力学习 你又天你也可以变成伟大的导师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叫我王导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专门培训学生当老师 我现在很多学生都是很有名的 讲佛学的专家 拿博士的做教授的 我都有很多年纪比我大 当年我15岁就开始边学边讲 我在香港第一个政府中学里面 就成立第一个佛学会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些基督教天主教 我说既然你们可以搞一个团 在这个学校里面 香港是宗教自由的 为什么我不可以搞佛学会 我还不是宗教 就研究佛学而已 对吧 兴趣小组 我就向学校提出申请 所以说可以 你要15个人 签名 然后有个老师答应 做你们的mentor 就是做你们的导师 代理们 对吧 有个老师愿意负责你们解批小孩子 然后我们就批准 还没能拨 可能几百块 甚至多一点的经费 给你们买买图书啊 搞活动啊 这样子 香港挺好的 然后我们下午 下午三点钟下课 三四点钟下课 就可以呆在学校一两个小时 搞 课外活动 对吧 就这样子 我们就成立历史上香港 第一个中学学生办的 自办的佛学会 在有些大学也有什么禅学会 什么 我们当时四十年前 后来我在香港大学也重新复兴了他们的香港大学的佛学会 今天还有 现在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 是用英语教佛学的 亚洲唯一的小数用英语教佛学的 那个主任是一个出家人叫野空 他也是我学生 他年纪还比我大 今天见了我还叫 用英文叫老师 他叫雪 这个雪就是老师的意思 好像一早 有香港上课的小学生已经 Good morning,雪 如果你是男老师 中老师进来的话 Good morning,雪 就是早安老师 如果你是卢博士 女士进来的时候 Good morning, madam 就这样子 也是老师的意思 这个雪就是老师 这个出家人 所以 香港还是比较开放 比较开放 现在国内传教也很厉害 基督教天主教 我听说像是下山下大的同学焦虑 我们福建灵德一条村 可能 好多人一下起传信了基督教 这个我觉得无所谓 信教无所谓 但是 要公平 据说现在很不公平的情况是什么 大家对国内对佛教都误解 然后一周以为阳教很好 就跑去信阳教 就没给机会佛教 为什么 因为佛教现在的寺庙太糟糕了 都是很香叶化的 一进去就跟你谈钱 要你买很贵的香 我经过到了九华山都这样子 我就找个地方捐款 都没地方捐款 我每次出家人 我说 哪里可以捐款 他说不用捐啊 你买香就可以了 这个买香肯定比捐款高贵 对吗 但我捐的时候可能也不小 但是一般人 你可能一个五块十块进去 买香可能最少八十块 一百块 两百块 对吗 买香比捐款容易赚钱 像你寺庙都闹成这样子 一进寺庙什么都跟你谈钱 进教堂不谈钱 搞不好还有东西送给你 对不对 让人家愿意去 那就不公平了 就是不公平 我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佛陀教育 对不对 起码要我们中国人可以选择一下 所以我并不对 西方的宗教并不歧视 我很多好朋友对西方的宗教天主教的 但是我说要公平 要让大家有机会 真正的佛教的真面目 什么是佛教 佛陀的教育什么样 一个觉悟 觉性的教育 让你觉悟的教育 学了这个让你觉悟的教育 你会得到什么 智慧的人生 凡事不会迷信 凡事不会解决不了问题 要跑去跟佛菩萨 要他们来帮忙你解决 永远自立不了 永远是小孩子 永远是非常幼稚 这个呢 就不是真正的佛陀教育 所有问题都能解决 没有问题解决不了 就是智慧 出一步 就能解决 比如说 很多时候 你一定要站在那个原位置 没办法 但是你挪一挪这个位置 这个问题就根本很简单 就已经解决掉了 这是叫智慧 所以佛陀的教育 让我们得到觉悟 觉性 提醒我们的觉性 对此无名 对此烦恼 然后让我们得到智慧的人生 真正的教育 好 简单的交代一下历史 我们用了快四十分钟了 我们佛教最早的时候 是原始佛教时代 就讲历史了 什么叫原始佛教 就是施迦牟尼 成佛了以后 觉悟了以后 他就王子出家 追求觉悟 试过很多种方法 苦行 不曲返 今天道教在树下 各种各样的 惨不忍睹的方法 又要怪自己 都没办法解脱 后来他觉得这不对 真正解脱要靠智慧 所以他在菩提树下 静坐七七四十九天 体会了这个无常无我空的道理 最好悟到 就是施迦牟尼 所以从这个悟道开始 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当然有人说四十五年 有人说四十九年 到他涅槃离开人间以后 一百年以内叫原始佛 在原始佛教的时候 施迦牟尼讲的是最基本的原理 就是对这个宇宙人生的看法 基本上 因为人的烦恼直觉 所以对这个人生相对是不完全不完美的 好像有一定的苦恼 但是这个苦恼是可以解脱的 透过修导可以解脱 所以人人都可以解脱 不光是佛的专利 你如果自制解脱是罗汉 你如果帮助所有人解脱 你就是佛 所以佛教并没有专利 并没说像帝只有一个 或者真神只有一个 这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宗教见证呢 为什么国家跟国家间又纠纷呢 有些研究历史的 研究人类 历史的朋友跟我讲 学者 他说研究的结果就是说 几乎人类所有战争都跟宗教有关 他的表面上没关 骨子里都有关 表面上有的时候好像是这个资源的 资源资源的好像石油啊水源啊那些斗争 那后面最后可能也是跟宗教有关 如果你是同一个宗教你觉得很可以分享这个资源 那因为是不同宗教觉得资源不能给人家啊 要一定要我们拥有这个资源 只能利益我们同一个宗教的人 或者同一个种族的人 就战争就尤其产生 现在世界的战争很多 啊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产生很多矛盾 佛教没有这个问题 佛教就和平 从来不用武力去解决问题 你不用武力去逼人家信仰的 没有一手拿剑一手拿经书 这样这样的做法啊 就因为他太和平了 所以每次在宗教的有关的政治斗争里面都出了 就变灭佛对吧 就这样子啊 在原始的释迦牟里的时候更纯粹 真的是用思想的觉悟的行为 第一 释迦牟里不允许盖寺庙 现在我们遍地都是寺庙 中国对吗 有钱人对盖寺庙是最有功德的 确实是错误 释迦牟里不允许盖寺庙 所有出家都要讨饭 也不允许耕种 讨完饭以后到郊外 他每天走十几里路或几十里路 讨完饭就回去 然后在那个地方 就是修行 就是中午以前回到住的地方 可能是坟地 可能是郊外 野林里面 然后去完饭 有些讨多些草小 可能就平均分掉 中午以前去完饭 就是把锅洗干净 把脚洗干净 因为吃了脚 走十几里甚至更长的路 到城里去讨饭 而且也不允许只讨有钱人 有钱没钱 你都要轮流分开讨 这样子才公平 讨饭也不是为了关锁讨饭 是为了讲经说法 没有白去人家一顿 老外说low fee lunch 对吧 就是说你到人家去饭的时候 你要跟人家讲道理 就是你的回报 对吧 人家请你去饭 你不能光白去的 你有因果的 你要还的 所以你一定 最小要跟人家讲道理 如果对方什么道理 听不懂呢 祝福人家也可以 你供养 出家修道的人 你很有福报等等 最小讲是幻眼的 开心一下 对吧 这样子 然后回去 去饭饭洗完脚以后 就开始讨论问题 讨论问题的时候 不是像今天一样 我们讲新经 我们预发讲义 但释迦毛利时代 连文字都还没有 就算有还是很简单的 外交国家的礼仪 外交方面的 国家的重大的庆典 用的简单的文字 没有一种讲经错的时候 没有记录 连备业经都没有 那是佛列盘以后 几百年以后才有 所以释迦为列盘以后 有五百罗汉 罗汉在那里开大会 就是什么呢 怎么叫结席 怎么叫结席呢 这个结席就是 有一个人经常当佛的侍者 佛的堂弟 叫阿兰 他经常陪着佛 照顾佛 等于他的男护士 生活秘书 用现代话 对吧 释迦毛利佛的生活秘书 他释迦毛利过世以后 列盘以后 火化以后 就开了个公正大会 这个阿兰 他的堂弟 这个生活秘书就讲 释迦毛利佛在某个时候 到某个地方 对某些人讲过是什么东西 就记录下来 就讲 讲以后其他人 有些人有参加过来 是活动的 就记一记 是不是有这个事情 但是他问五百人 一号完就要一直通过 是 确实有这个事情 确实释迦毛利佛老师 讲过这种话 当时 言论 大家就彭基力记下来 也没有文字 就这样记下来的 所以古代是这样子的 大家明白吗 所以在有个条件 就是不能有私有财产 所以到南传佛教的人 到今天出家都还不能碰钱 他要碰钱 他一定要找一个在家人 叫敬人 替他处理 他自己不能碰 戒律严格的人 那只是说信用卡算不算 对吧 股票算不算 对吧 那就更不用说了 是这样子 当时呢 严格的什么地步呢 每天去讨饭的时候 那个波 讨饭那个波 我们叫backing ball 里面如果讨到盐的话 盐 2600年前的盐是很稀罕的 中国有个官叫盐铁 盐铁丝 听过吧 管盐跟管铁的 盐 贩卖丝盐要砍头的 铁可以管做兵器的 所以盐跟铁是民生御用 国家兴旺的一个重要的两个资源 都管得很严格 所以印度中国古代 谁做了盐香一定发大财 所以哪一天去讨饭 如果讨的一根盐的话 你哪天就调味料 不像现在你们买个方便面 就有一包两包了很多调味 对吧 这么幸福 当然是2600年前了 有一根盐就很了不起了 如果有这个比丘一个出家人 把那一根盐故意留下来 留到第二天 他可以来捞饭 对吧 就有味了 如果他说这个盐太稀罕了 我明天可能后天都讨不到这个盐 我就留下来 留在这个拨 讨饭拨的一个角落里面 不能等明天没有的 我还可以再用这个盐 但是没有冰箱 这个盐不能放在冰箱里面 留在那个讨饭拨一个角落里面 叫脚盐 静 静是守戒清静的意思 如果有出家人 把盐留在讨饭拨里面 留过夜就犯戒 你看 比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 对不对 真正的佛教是这样的佛教 真正修道 所以现在东北啊 开始啊 什么大卑士 什么有一批出家人就这样子 出去讨饭 对啊 这样烂样 引起轰动 就恢复施家毛泪的沼寺 为什么大家修学 修学人受人尊重 是因为他们真的是这样修行 为什么 因为你的钱不是你赚的 跟我不一样 我可以到处捐图书馆 我坐飞机来 我坐五星的酒店 这钱都是我赚 我自己赚 我喜欢怎么花 甚至不是付留给我的 都是我白手倾家赚出来 所以我愿意捐钱 可以捐钱 愿意去好一点 可以去好一点 我今天晚上可以 请你们去好一点 如果有朋友 对吧等等 但是 你这个钱是什么 你这个钱是人家给你 捐给你 对 是世主布施给你的 不是一类钱 你就不能乱花 你有责任 等于是红石智慧 对吧 人家捐钱给你 人家的红石智慧 就提醒百分之二十去享受一下 对吧 是百分之二十三十 现在是这样 我自己有机会 我身有机会 辞职文教基金 我做了很多善事 成立从09年开始 我每年赚钱 很多大门都拨进这个基金 我的学生 我的朋友捐一点小钱 主要钱是我的 好 到今天为止 我的行政费用是零的 我没有在我的基金里面 花过任何行政费用 连请一个人都没有 将来我不敢担保 可能需要 请这秘书助手 都有基金会 但是起码我不会拿工资 我连我出来的 讲课的 交通费 我都不在自己基金会里 拿 这机会是我捐的 我都不碰他 你明白了吗 这是我对自己 到目前为止 对自己严格要求 我另外的钱去支付 我的董事费 我的什么 我就不愿意 我应捐出的钱 希望能够尽可能百分之百来做善事 来买经书 买什么 给奖学金同学们去研究 深入佛 研究佛学 这样子 施加毛利就有这个精神 对吧 你这个精神 你有透明度 你又怎么 你干干净 你清楚 大家才愿意捐全体 给你 这个没有意味有透明度 一不清不楚了 不三不四了 大家就 没信心 开始的时候 就出一种信仰 所以佛教不是靠信仰 佛教是靠什么 我叫这个信 有个很有名的 斯里兰家的学者 叫罗忧罗沃普 他写一本书 这本书 你没有几个想学英文 想学英文的佛学 只能在网上找这本书 叫What the Buddha thought 佛陀的启示 中文台湾人翻译佛陀的启示 这个启示 这两个字是从基督教来的 启示录 对吗 就是 其实佛陀教育了我们什么东西 这个真正的翻译应该是 佛陀的教育是什么一回事 佛陀教育了我们是什么东西 叫What the Buddha thought 这本书学得非常好 如果你学英文语 当年我在中学搞佛学会 怎么样老师支持我们的佛学会呢 当时这老师不信佛 我就拿这本英文书给老师 香港老师都学英语出身的 你看到他们对佛教非常尊敬 哇原来佛教这么好 原来佛教不是宗教 你中文书没有人说得清楚 人家小城佛教南传佛教书烦死的好 我最近今年到泰国万古 拿那个世界佛教领袖 杰出领袖 他们审查了好久 我去香港第一个人拿了一个 就看到他们做的事情 其实南传佛教的人做的事情 比我们这次所谓大成佛教好多了 我们听完以后就惭愧了要死 我们顶多叫小孩子 学学弟子规啊什么呢 练弟子规他们不是 他们从三万人里面挑了六千个这个年轻人 然后六千个年轻人经常举办什么 到传国去举办一些一个营 一个营是什么 一个等于一个课程 把你们家里的小孩子传教来 像这个课 在这个课程里面到营地里面 这小孩子不用念弟子规 不用念什么理论 只是生活 只是大姐姐大哥哥 在千宗几十人里面挑出来的 大哥哥就纠正这些小孩子的生活习惯 从怎么拿筷子 怎么跟人家去饭以前打招呼 这个生活上的坏习惯 船要在这十天八天里面改掉 回到家乖乖就我乖孩子 人家南传佛教 寺庙这样培养人 然后甚至到伦邻国印尼啊其他国家去 培训年轻人小孩子 人家在做实事不讲理论 就说一小城 我们大城就是讲得很高很高 相消的很多很多 但是这些事全没在做 所以 罗特洛普来说 真正的佛教不是讲信仰 是讲信心 这个信仰英文叫Faith 或者叫Believe 这个字 就是感情的 感情的信仰 但是信心不是 信心这个英文叫什么 Confidence 他从巴黎文的角度讲一个信质 Confidence就是信心 你因为什么要信心呢 因为这是事实你才有信心 厦门大学是非常好的学校 每年的城市在中国大学里面都出来拔岁的 排名很前的 这就叫信心 不是信仰 对啊 你不是说你还没进厦门大学 你就直接听了厦门大学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就说厦门大学一定是好的 等等怎么样 那是感情的 对吧 听人家讲 但是你有数据 你看到这各个学系里面 你这个排名在中国都是数一数二 你就觉得确实好 下达确实是好的学校 我也介绍过深圳的延田港 深圳南中国最大的港口公司李嘉诚也投资的 我介绍他们的员工来下达向这个工商管理科 对吧 因为确实好 很多优秀的人工商管理出几天 结局也是 我清华大学副校长 社维和就是下达出生的 他研究老子庄子很有名 社维和 我是可能听过 他在清华大学 跟我是好朋友 他是管文科的副校长 下达出很多人才 对不对 好 所以 原始佛幼时代 最最纯朴的 跟着施迦毛里的指导修学的 也都是修学的 他有什么皈依等等的意思 就是一个入学的意思 但是没有学校的 穷的 你做他弟子 就是你可以在家里做弟子的 不要跑着去跟老师做弟子 对吗 就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那个时代 到了这个原始佛教 就是佛列盘以后一百年左右了 就另外一个时代 叫布派佛教 这个布派佛教的时代啊 就是小城了 小城当时是因为十条戒律 发生争议 非法 其中一条就是流言过言那一条 佛列盘以后一百年 有些长老寻流到另外一个地方 看着年轻的和尚出家人 讨饭过程里面 把言留下来 留到明天 他说你们做错了 施教佛列盘以后不允许这样做 这言是等于财产 你留下来就有私心 就有贪念 你不能这样做 他说 这时年轻人就说 施教佛列盘以后小小的戒律 可以不遵守的 不用这么执着 对吗 然后他们就发生争议 各自就招兵买马来找人来辩论 印度人就动不动就辩论 就开公正大会 年轻人 比丘就找年轻人 长老就找两偶人 最后辩论结果 没有结论 各说各的 不欢而散 就是分裂成上座部 上座部就等于上议院一样 对吗 贵徒的 长老的 元老 还有大众部 大众部就等于美国的众议院一样 这个平民老百姓的 或者中国的政协人大 我不知道怎么分了 反正就是分上座大众 后来又分下去分了二十个部派 叫二十个部派 但这个都是小城 但是慢慢慢慢也有大成的倾向 也有开始研究大成 里面探讨大成的道理 就是佛教的第二个阶段 大概到了施迦牟尼列盘以后 离开人间以后四五百年 大成佛教福心了 我们为什么用福心两个字呢 有人就说 根本在施迦牟尼时代 是没分大成小圈的 他对什么根基就讲什么法 他讲的东西都其实是同一个东西 但是有生有菩萨的精神心态人听着 说这个道理太好了 我要把这个道理讲给更多人听 让更多人懂得好处 这是大事 对吧 你比如说施迦牟尼说 你这个这样子 你可以对社会很有贡献 可以帮助很多人 他这个人是小成根器的 比较倾向自我的 他听了要求说 哎 这个方法好 宣誓可以帮助整个社会 但是我没这么多时间 我先帮助我自己再说 对吧 各取所需 就是说施迦牟尼时代 他讲的法 其实 适应各种各样的人 但是 与不同的人各取所需 有不同的倾向 反正 其实 今天我们看的佛经 都不是施迦牟尼的原文 原语 都是后世结极的 都中间后面这个变化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没有录像 没有录音 不要好像钟老师一样 在这里录像录音 对吧 那根本没办法证明 是不是施迦牟尼讲 只能说那五百个人 在这里 我听过 但这五百个人 肯定有共同倾向 所以他取舍的这个经文 都有一个倾向 听说 就五百人以外 又有另外一篇 在外面结极 说施迦牟尼 另外讲过 这些 这绝对有可能 我都亲身体会 我有个老师 在香港弘扬佛法 一个教授 修行非常好 在家人 是太虚大师的弟子 在香港修行 弘扬维师学五十年 结果他过世以后 十周年纪念 每个学生出来演讲 讲讲老师当年 跟老师当年的经历 体会 诶 有很大差异 尤其是呢 跟老师私下有接触的 就听到老师很多 自己的心得 在上课的时候 不一定讲 私下跟老师交往 我是其中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我经常喜欢请老师喝茶 去点心 我有很多问题 在上课的时候 那是异于的 好像现在这种 异于是上课 每个星期一次的 免费的 异于上课的 然后我就累积了很多问题 但是人多的不方便问 就算留点声给你问 你也问不了太多问题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直接找老师 当时我在练中学 练大学预科 没多少钱 但是我竟然补习功课 赚了点小钱 一个月可能有一两百块 两三百块 五十五十年前就很多了 那时候 对不对 在中国都很多了 然后我就拿点小钱去请老师喝茶去点心 就问老师问题 哎 这个得到很大的好处 因为很多老师在课上没讲的东西 因为我自己看书看了 发现很多问题 再去请教他 我得到很大好处 所以老师过世十周年纪念之后 我们出来 一讲体会 各有各的不同的体会 各有各不同的见闻 你看 一个近代的学者 你都有这么大的差异 何况两千多年前施加毛利 对 所以后来分出大草层 是绝对有可能 对吧 因为你不同倾向人 不同兴趣人 听施加毛利老人家讲课的时候 你就有不同的取舍 各取所需 就变成后来变成大小型的差异 其他在老人家里面没有差异 他都希望你们能够去辅度众生 对吗 但是确实有些人不想 他做不来 他无能为力 他力量有限 我自己搞定自己就好了不起了 我还要搞定这么多人 我可没这么大的能力 那这种人也是好人 对吗 那就没办法了 对吗 所以就有这个情况 所以施加毛列盘以后四五百年 就开始又流行 打成活着 重新流行 恢复施加毛时代 就是为什么 就是有一批信众 这批信众以在家人为主 在家人 所以在家人是 大乘佛教复兴的关键 这是日本人考证的结果 台湾很多学者也看到 日本人大量的研究的书 得出几个结论 有人就说 这是日本人自己天心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的合相是可以结婚的 严格他们就是在家人 在家生团 所以呢 他们日本人就倾向 这个倒不是 是经典里面讲的 为什么呢 最早最早的佛经里面 有很多是跟在家有关 好像《维摩经》 就说有个讲者叫《维摩节》 唐强我们的四人王维 非常崇拜维摩节 王维的福报很好 他造了什么 尚书佑成 所以叫王佑成 幼成的官位 王维 对不对 等于幼成上 他是历来 除了王安石信佛的以外 学佛的王安石 跟他这两个侨在当官装的最高的 很有福报 我们叫有福报 叫师佛王维 他名字什么 王维自摩切 整个菩萨的名字都在他的名字里 这很很很妙 就《维摩节经》 就是《维摩节》是个大讲者 就是有钱人 很会做生意的 他有精通佛法 他身有家庭有孩子 他整天在修行 他讲的佛法 连和像都害怕 不敢跟他对话 老给他批判 对吧 好像我老批判 有时候不懂佛法的出家人一样 老批判 结果他有一次轻病了 说得病了 施迦牟尼都很尽功尽兴养他 要派一些弟子去向他问好问安 就没有弟子敢去 最后就大自卫的文殊菩萨 代表施迦牟尼去问好 这样子跟他对话 这个是《维摩经》 你看居士都有地位 还有另外一部 叫《圣曼经》 《圣曼经》就是有一个叫 《圣曼夫人》就是贵族 在里面 能讲经说法 对佛法很有心得 这就是说 浩经在以前从而出现过 从来没有说在小城佛经里面有居士 有在家人这么有地位的 在《大成经》 刚开始就只是居士出来 很有地位 就证明这个事业 跟这个在家有关 有一次很多年前我在北京 我跟这个国家宗教局当时的局长 易小文局长 他是副部长级的 管全中国的宗教 现在已经是正部级了 是社会主义学院党委书记 社会主义学院就是给民主党派上课的地方 等于民主党派的中央党校 他的这个书记是中共中央委员 正部级正宗 当时他在中央局长的时候 有些他就问我菩萨的概念是什么 我说 这个叶局长 如果我跟你谈 怎么考证这个菩萨的来源 可以谈两天 我就讲个简单的例子 你都去过四大名山 对吧 普陀山啊 五台山啊 峨梅山啊 只有九华山一个地庄菩萨是光头的 其他三大名山的菩萨 观音 普贤文俗都是有头法的 还不是有头法 还带阴落 阴落不是这个佛柱啊 这个佛柱就是我学生 一个北京一个社会设计师 很有名的 郁文买给我的 你把学生送给东西带在身上 他会得到福报 我就是这种说法 不是我的福报 是让他得了福报 然后叫阴落 什么叫阴落呢 就是新天我们的珠宝首席 是海底动物的贝克类 那是阴落 那很名贵 因为印度更近海 所以能够到深海里面 才呢 这海底动物 然后切一群呢 这马老船是海底的动物 所以他们的装饰品主要不是 比较小 是开山 从山里面取矿 反正是海底里面取的那种动物 然后他们作为名贵的珠宝 带着身下 所以能带阴落的这人就是贵族 所以早切菩萨有头法 穿袍衣带阴阴落 还有一点什么呢 就是他们当时的 这些出家我刚才讲的 没有寺庙 都要出去讨饭的 做菩萨其中一个最重要的 怎么叫菩萨 叫布施 他们做穷人 对不对 你自己都是穷人 你修行人都没有钱的 不允许碰钱的 你哪有钱去布施 所以人家出家不可能当菩萨 对不对 他只能去讨饭讨饭 给你讲讲道理 这样子 只有佛不一样 佛给皇帝来供养你 对吧 贵族来供养你 施加玛丽基允许出家人 每年三个月 叫节夏的时候 夏天到这个增房里面住 增房就是什么 当时叫金色 就金色是金简的意思 大家记住啊 金简很简单很简陋 不是像中国寺庙一样 雕梁画柱金碧归网 中国寺庙是什么呢 就是皇家固原理规格 这个世子怎么来的 知道吗 这个世子政府部门 还是皇宫的部门 大理寺洪卢寺 我们 还有古代汉桥之后 有个叫世人 叫什么叫世人吗 给你有练古书的 世人这是什么东西吗 你们练中文的 世人就是太监 世人 对吧 就是管理这个皇宫部门的人 管理人就是世人 第二次 然后还有呢 院 什么什么 什么 李凡院啊 汉林院啊 这个院也是政府部门 庙都不要说了 庙是太庙 致殿皇帝祖先的 所以所有指责民旗 全是佛教 根据中国的王家规格 王家规格 所以当时的时候佛教 刚刚存在中国的时候 都是给王家规族祈福的 皇帝肯定不想这个佛教流入民间 为什么 流入民间眼里 老百姓有福报 到时候你也来救皇帝 对不对 他一听到民间哪里风水好 就快快趴上去破坏他 海洋里也救皇帝 所以只能在宫中宫廷供养 在《红楼梦》里面 那个那个什么什么 庙域 那个那个那个 施那个安 就是假家的私人的佛堂 以前的有钱都这样子的 现在慢慢都有了 我有朋友在结江 他你们是大企业家 他家里有个私人的寺庙了 也弄在三项了 对吗 就我们到某个地步 就喜欢做这些事情 做这些功德了 所以其实都是私人的皇家的 但是施加玛丽时代不是这样 下面就是征房 就是给出家人 只是很简单可以睡觉 没有禁闭会 没有这么多东西 精神精简的意思 中国才变得迷惠煌 你看到了这个 缅甸的地方 很简单的 今天能够遗留下 哪有中国这么漂亮 但中国也没留存子的了 好 那么顶多是这样 佛塔叫Stupa 这个塔就讲究 所以佛的色力 这个色力什么东西呢 这个色力就是佛的遗骨 佛遗留下来的灵骨 叫色力 但是 有时候用色力就是人的名字 心境里面的色力子 色不易空 空不易生 就是人的名字 归养 就是色力 佛的遗留了骨 遗留了骨 放在这个塔里面 受人家供养 是怀念佛 伟大的导师 他的伟大的智慧 人格 是这样子而已 但是慢慢的人就用这个来求佛了 所以管理佛塔的人 根据现在学者的考证 其实相当于我们中国叫什么 庙族 广东人叫庙族 我不知道北方叫什么 就是管庙语的人 这个人 这个人又不是出家人 但是他又管庙的 就等于我们去庙里面看到一个人在哪里管理 你如果求签 求了签拿个签过去给他解签一样 问问这个签文怎么解释 哪种叫庙主 这种人就是在家人 但是他负责皇帝盖了庙以后派到来管理庙语 第一看见那个庙 这个地方不一定有 这个佛塔开始的时候没有出家人的 出家人不住佛塔的 是住在增访的 增访就是金色的 甚至更早的时候是不允许去增访的 只能讨饭 一个一年的三个月去夏天雨季的时候 为什么雨季可以允许做的金色增访呢 因为雨季的时候 容易得瘟疫 拥有传染病 所以我这小孩子夏天不要到处乱跑 因为那个氏菌比较严重 尤其是夏雨天 很容易有蚊子 对吧 一盯上了什么 登革夜什么什么就会传染病 所以呢 夏天的时候 第一个 第二个是防止沙伤 因为一到夏天月待地方 很多小动物就往外面跑 你们去这个马尔大夫 去很多东南亚国家去旅游 我就住在泰国曼谷 坐在一个花园的石凳里面 蚂蚁都跑到我身上来自动 你不管它都跑到你身上来 就是地上都是 比如说 马尔大夫的蚂蚁这么大字 对吗 你终于走路都会踩死小动物 那这不 释迦毛利在这就像千人了 这个佛陀是慈悲伟大的佛陀 他怎么会踩死这么多小动物 对吧 所以他不可以 所以他允许到夏天的时候 指弟子传 接受自己的国王大臣的供养 住进自己的简单的增房里面 三个月在里面讨论 有人送饭送什么 就不用出去讨了 就为了不杀伤 不乱踩死小动物 不会得传染病 就是修行人 是这样子 一过这三个月雨季 又要出来讨饭 不能有钱 连爷都不能有过夜 不能盖寺庙 不能有私有财产 是这样子的修行 真正的修行是这样子的 真正的佛教 佛陀教育 好了 然后再那个寿 所以这个再加人 这个佛塔就权力很大 这个佛塔有什么呢 释迦牟尼列盘的时候 八个国家 有人说十几个国家 国王 他用兵马来分设立 因为他觉得设立 会回去供养 会得到福报 这是印度的国王 所以他们来分 当时阿难君子 就在一个列盘经里面 问释迦牟尼佛 如果佛啊 伟大的导师 您过世了以后 你的骨头 你的尾骨 你怎么处理 佛就把个残杖倒过来 说 你就盖个这样的塔 叫舍利塔 就是遗骨的塔 供奉 但是 解释在家人的事情 跟你们出间无关 你们出间是管修行好了 这个是求福报的事情 算清楚 在南传的列盘经里面 这样很清楚 所以 其实国王就来了 就盖射利塔了 就派人管你了 一出间盗去讨饭 对吧 不会太低守着那个塔 守着那个塔 所以最早的设立佛塔 就是在家人 好了 这些在家人了 管佛塔管酒了 很多人来拜佛塔 很多人供养佛塔铃骨 送东西来 送食 去的东西 甚至金银珠宝都可能送来 供在佛前面 求取福报 那时候 民间的人就这样信了 他不懂佛教的教育 在眼前也开始会问佛教的道理 那既然妙族啊 他虽然不是出间 他在有解答问题了 对不对 如果请你刘居士 你去管 对吧 你也就会回答问题啊 那么问越来问越多 你要充实自己 对吧 你要充实自己了 如果你不充实自己 你就回答不了问题了 所以 慢慢慢慢 因为跟人间的结局多了 就恢复了佛教的活力 就不许光是自己个人的解脱修行 要跟人很多互动 很多接触 就把释迦牟的原来 这个提向这个大乘佛教 行菩萨道 自觉觉他的精神 超过佛塔的崇拜跟信仰 弘扬出来 所以近代的考证 只有佛塔的信仰 是大乘佛教 复兴那个重大原因 而这在家的菩萨 就是这个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 这样子 所以你就看到 为什么四大名山的菩萨 都是有头发 都是带阴络 有地位有身份 这样才能布施 你是国王大臣 做生意的长者 有社会地位的人 才能去帮助 所以这个是最早菩萨的根源 其中佛涅槃有四五百人 其中一类经书叫《涅槃经》 又一类经书叫《波耳经》 《波耳经》 《波耳》这两个字是繁音 叫Bajina 也有人念Bajina Bajina 这个意思就是清净的智慧 跟人间的智慧不一样 它是敲脱烦恼 能够解脱烦恼 远离一切直觉的智慧 叫Bajina 或者叫Bajina 翻成中文叫Bajina 这两个字不要练班若 练班若人就叫外行 为什么保留这个音呢 因为要说明这种智慧 不是一般世俗的智慧 世俗的智慧是一种聪明而已 但是是有执着有烦恼 不能圆美的解决问题 我仅仅举个例子 说这个世界有名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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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贝尔 洛贝尔讲的大家听过 对吧 他是发明炸药 密行最猛烈的炸药 他当时发明炸药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开山批死 让这个改线交通 人里的路不通 这条村跟两条村隔了一个山 你把它炸开一个山洞了 隧道好像我们来下达一样 对吗 就从隧道过来就快了 就是靠炸药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人里就不方便了 但原来原意是好的 是要改善人类交通环境的 结果有人就拿炸药去炸人 不是炸山炸石炸死很多人 但是碗粮它非常厚 结果他后来为什么把这些大部分 拿出来成立洛贝尔长 到今天还在颁奖 有赎罪的心理 所以人世间的智慧就是叫有漏的智慧 有漏就是不完美不完全的智慧 叫有漏 有漏的智慧 佛菩萨的智慧叫无漏的 没有返老连则的智慧 这个无漏的智慧 就叫般若智慧 因为保留这个因故意不翻 让你有点殊胜的感觉 有点神秘感 有点特殊感 我不是你说智慧吗 我也很好 我很有智慧 我考进夏大还没有智慧吗 我在夏大拿博士还不够智慧吗 那是细间的智慧 世俗的智慧 还不够敲脱 大家明白了吗 所以这个波列经 就是在跟佛塔信仰非常有关系 就是当时有人就看到 有人就迷信这个佛塔 就是要崇拜设立 所以开始有人就检讨这种迷信是不对的 因为佛教真正的精神是追求智慧 不是就去拜佛的灵谷来得到福报 所以为什么《金刚经》里面就讲了 施加毛利就跟弟子问弟 如果你要传世界的 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宝物 拿来供养佛的灵谷设立 你还比不像明白《金刚经》四句话的这个道理这么重要 就是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因为那个时代背景 太多人迷信了 都跑去拜设立 对吧 所以这些肩负使命者的人 在家人管理这个佛塔 就要开导了 对吧 来拜佛的目的是要追求智慧 不是要迷信 要求佛保佑 你这个保佑哪个 你欲望无穷无尽 你整天去找佛保佑 你要求越来越高 开始说 我要升官 升个处奖我就很满足了 下次来的时候我要升局奖 最后我要升四奖 我要升省奖 佛菩萨就应付不过来 对吧 哪有升得这么快 今天我要 今年要赚一百万 明年说我要赚一千 后年来我只会赚一个亿 佛菩萨也印钞票也不及给你 对吧 你是人类欲望无穷的 如果你用这个心态去拜佛 去拜佛的胜利 就交易就交换 没有人能满足你 那这你就不相信了 佛都不灵的 对吧 没有兑现 对吧 所以你唯一的 能够帮助这些人 就是让他有智慧 你来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佛教 佛陀教育 是追求智慧 追求觉悟 什么是宇宙人生的真理 如果你只是满足他姐姐 对欲望的要求 你明然满足不了 最后他最后就放弃 所以这个是佛教的真正的精神 从《般若经》里面提倡 所以大家要记住 所以为什么《金刚经》里面说 释迦摩尼列庞有五百年有着菩萨出现 他能够了解波也的道理 就是讲波也的流传 然后《新经》就是波也经的精华 唐乔的玄庄法师 他一生翻译一千三百三十五卷 有人说一千三百七十五 在这一千多卷的经书里面 建了接近一半六百卷 叫《大波也经》 是他晚年的西安的玉华宫 西安郊外 我亲自去过这个玉华宫 这是唐桥皇帝唐高宗他们避暑的地方 现在还有遗址在 我去年去看 就非常非常好一个地方 在西安郊区 他在哪里 在几个出家的助手 帮助下翻译的佛教最高的经典 《大波也经》 所以大家看看我这个明年的青年龙化节 我给大家一个传单 明年我们搞第一届的香港青年龙化节 欢迎大家到时候有空来参观 来参加刚好到香港的时候来参观 然后其中一个项目 有七八个项目 其中一个就是重印《大波也经》 把一个古董的《大波也经》 清朝末来一个版本重新印 做一个文化保存下来 这个《大波也经》 那《新经》只有两百六十个字 就把《大波也经》精华传 融缩在《新经》里 这是最了不起 好 讲到这里 先休息一下 差点 到这里 就是说如果大家以后有什么问题 要继续联系的 你可以加我的微信 安德烈王 但是打我电话我是不听的 我根本没时间听电话 安德烈王 我是英文名字 Andrew Wang 反语安德烈王 你可以加我 但你要说明是下大的同事 下大的听课 我来说明是要真实性命 你这个微信用假名我不管 但你要告诉我你的真实性 沿路说在这里听课 想请教问题 可以 但是除了请教问题 我其他我也没时间 这样说 大家记住 安德烈王 好了 刚才有位同学出来问问题 很好 所以这个心经 首先讲经题 什么叫般若 这个般若就是清静的 没有烦恼的智慧 没有烦恼连接 没远离直觉的智慧 叫Bagina 或者叫Bracha 第二个叫波罗蜜多 这都是古印度的凡音 明白吗 很多人很会念心经 也很会经常写心经 但是要明白心经的经文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对心经的经文不了解的话 怎么练都没有用 有一年 这个叶晓文局长在北京请我去饭 他说我的思想啊 王先生 我手下像是人大的博士 人民大学博士 会练心经 260斤都练得很好 我说会练心经 没什么了不起啊 佛教很多老太太 对吗 我说要解才难解 他说很难解吗 我说是 我说我在成都 有个学院的隆江学院 有个居士 冯雪城 他是什么 他是这个 小关云门寺 一个佛园老和尚的帝 跟静慧老和尚 你静慧老和尚 他们很尊重这个 冯居士 他是研究禅宗的高手 他有一次我在 从香港来的一个出家人 在成都撞到这个 冯老的出家人 我去看冯老先生 要这个出家人 就说 王先生 我研究了十几年 我解了解就解不通 我后来 我请教很多人 看到所有的书 都解不通 后来我觉得是 玄奘法师翻译错误了 我说你说 说来听听 他说 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扣不正不正不减 他说玄奘法师 我觉得翻译错误了 我说为什么呢 因为诸法是包括有为无为 后面 这个诸法是包括两方面 一个叫有为法 我跟你说很多学新经的人 连什么叫有为无为 还都没搞清楚 这个出家人是姓伊老和尚的弟子 姓伊老和尚做个宝廉式方向 就是有学问的出家人 他说一个叫无为法 这个有为法就是现象 宇宙的现象 这个无为法就是宇宙的本体 就是空性 这个无为法是没有因缘作为的 当然是不生不灭不扣不正不减 但是有为法是宇宙的现象 是有生有灭有够有正有正有减 所以宇宙的法律说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争不减 不苟不正 只讲了单面 没有讲只另外一面 所以宇宙的法律翻译错误他的结论 在座里面能回答我 就问 我就解决理 宗教局局长 国家宗教局局长 还有他的博士 连佛学的博士在那里都呆了 我就 当时我就跟成都跟着出家 我说 不是选择法律翻译错 是你搞错了 因为你不懂繁文 你不懂这个语法结构 我讲完以后 我跟叶菊讲在北京 哇 他佩服 他说原来这么不简单 心经以为很简单的道理 原来王强里讲这个道理这么不简单 啊 我们不如请你来编大藏经 这样跟我讲 我说大藏经不是钱的问题 我去找几个亿来可能分难 有人会捐 但是问题是 没有这么多人才 当年日本人编了个大政 新修大藏经 在这个大政年间 明治以后的大政 明治维新以后 他们动用传国像百个佛教学者 我们哪有这么多学者 我们没有培养人才 日本人在明治时代 就把和尚出家派到英国去留学 我们呢 我们现在只在盖庙盖庙 拼命继续盖庙对吗 没有去留学的没几个 没有这个人才怎么跟着 好 我从头开始讲啊 所以波罗蜜多 拨掖着智慧 去清净无漏的智慧 所以刚才 钟老师就问我了 啊 钟老师问我 我以为我写 我根本哪有时间去 我顶多什么 尤其是出餐 我整天都在出餐 现在有些什么水的 如果写书法人 都看不起 有些是用水来练字 就不用沾沫 我把这个酒店的房 五星里酒店的房 弄到都是墨水也不行 对吧 就现在最好了 就是中国出版这个东西真好 就是用水淹水就可以 清水拿着毛笔 就可以写的 我就写心经了 对啊 对啊 写完以后 他那一回子就干了 干了就没问题了 我就出差的最好的这样子 就天天可以练 我有练 我是严格来说 我是奥阳勋的题 我从小来 奥阳勋的题 对吗 你要我这样写的 好像这位陈老师 这样就骗了我不可能的事情 第一我不专业 第二就是我没这个时间 但是我明年香港搞了个活动 就让大家 年轻来发挥 可以好好的写 大唐三将信教序 各种各样的都有 好吧 什么叫波罗蜜多呢 波罗蜜多也是凡文的意义 是parameter para 这两个字 就是彼岸的意义 彼岸 为什么叫彼岸呢 因为佛教叫生死轮回 刚才有个同学 好了没有 还在吗 问问题的 这个问题 好 就是想生死轮回 生死轮回佛教解成苦海 比喻成苦海 叫生死苦海 在苦海里面以佛法 就是传 什么是传的佛法 就是比喻做传 因为这个道理太高深 你不用比喻说不清楚 生死轮回叫苦海 这个要是解脱 觉悟 叫彼岸 对吗 这样子 这个彼岸不是真的有个岸 就是一个比喻 什么是传可以运在我们 所谓大城小城呢 就是佛法 佛法就是传 佛法是传 好像救生船一样 在大海里面 捞我们起来 我们在海里面挣扎 整天为什么 为名为利 为生存 为生活 为各样各样的欲望 在里面 随里面挣扎挣扎 抓链 每一生人都在这样 都不知在追求什么 对吧 在挣扎 好了 这个只有佛法是一条船 救生船 把你们从海里面捞起来 送你到这个解脱 觉悟的彼岸 当然是骆驼 净土 就不用愁了 不用担心了 安居乐意 举例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Paramita 这个Paramita 这个Paramita 古印度的凡文 Sanscript 就是彼岸的意思 然后这个Mit这个字 就是道 念心经的人 你去问 100个念心经的人 如果有10个人讲 这个名词怎么讲 很了解 等于说现在拜佛的人 你到南普陀寺 到宝莲寺拜佛 100个人进去 你抓着每一个访问 什么是佛 能说出觉者 觉悟的人 好像这位年轻小朋友 这么壮的朋友一样 年轻人一样 能说出自己 他觉性圆满的人 如果超过100个人 要超过10个 厦门就很有文化 对吧 我觉得香港保佑人士都不行 大部分人去神佛不分 佛是什么 佛就是神 神就 就保佑你 就这么简单 那就很可悲 中国文化很可悲 就沦落到今天现在这样子 就是因为基本的传统文化 有一次清华大学一个常务副校长 他是清华教育基因会的副理事长 姓杨的 跟我 有一次我在北京请他去饭 他说王先生 你们佛啊这个神啊 我马上跳起 我说姚校长 不要乱讲 佛不是神 你搞清楚 他说不好意思 我练理工科的 我不懂 我不懂这样子 这样子 很多高知知识分子 一样搞不清楚 神佛不分 你在超心经的人 在写心经 练心经的人 你叫他解什么 叫Paramita 波罗蜜多 看有几个能解出来 对吗 没几个 可能在座的可以解 外面的可以解 对吗 书法班的学生 肯定解不了 Paramita 这个mit是动词 就是道的意思 彼岸道 这个中国古代的文法 是动词在后面 名词反映在前面 就欲文一样 欲文是写真 叫教片 拍写真 写真 写真 对吗 这个动词放后面 就是这样子 所以彼岸道 就是反过来 道彼岸的意思 是一个动名词 是一个动作 变成名词 好像英文那个 swimming 游泳 好像阅读的 reading 念书一样 就变成一个动名词 彼岸道 是个名词了 让名词用 所以名词加TA TA TA TA就是抽象名词的 语尾变化 好像英文 你们你们练英文的 在座有专门练英文吗 TY TY 或者NESS 因为这个抽象 TY是什么 beauty 美丽 美丽 美丽是很抽象 你觉得它美丽 他不一定觉得美丽 所以beauty就是抽象名词 后面是TY的 这个好像kineness 清洁 你说这里很清洁 清洁度很高 什么叫清洁度很高 对不对 kineness 就是有点抽象 所以这个TA就是抽象的 所以说 彼岸道 把它当名词用来说 就是这样子 减轻一个字 叫肚 叫肚 古字这个肚子跟肚轮的肚子 是相通的 叫肚子的吗 就是肚轮交通工具的意思 就是说 用智慧作为交通工具 把我们从苦海里面运到觉悟列盘 解脱了彼岸 只有智慧能解脱 其他的方法都不能究竟解脱 只有智慧是最高的 因为为什么人会有痛苦啊 烦恼啊 因为你有直觉 什么直觉啊 因为你直觉和永恒不变的 使我 像灵魂一样的东西 人觉得有这个东西处在 所以为了满足我 有了我以后 还有我所 我所拥有的东西 我的工作 我的名誉 我的地位 我的财富 我的亲人 就会有烦恼 你直觉轻一点的烦恼小一点 直觉重一点的烦恼更多 苦不堪言 就是你看不过就是我 看不过就是我所 其实我为什么东西呢 佛教是五蕴 五堆东西主情的这个蕴 就是五堆东西 哪五堆东西呢 第一个就是色 这个色不是蓝色铝色的色 佛教就是这个 跟如 五堆东西 它是繁文这个Lupa这个字的翻译 它是物质的意思 物理性物质性 身就是这个物质身体 四肢五官这个身体叫色运 身或者是身就是这个物质身体的意思 人类什么东西啊 人类不过是物质跟精神的组合体 首先我们看到我们身体 以为身体我叫张三 你叫李四 就有真实的身体在哪里 其实不是 除了身体以外 还要感受感受作用 我是张三 在感到很快乐 因为我在下大历 就是这么多新朋友 又见到这么多老朋友 或者我觉得很苦劳 因为今天来人没有五百人一千人 对吧 我觉得不够不够体面这样 对啊等等 这个快乐苦劳 都是你心里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你太重视这个我了 对吧 太重视多少人听你讲课了 你人听不听得懂了 对你尊不尊重了等等等等 然后走了 又没有红包拿了 对不对 又没有礼品送了 对不对 你就烦恼了 如果你没有叫我 你没有叫我放下的话 你的烦恼怎么来 所以一切的执觉都离不开这个我 帮助让我们执觉到更明显的就是你的感受 有痛苦感受快乐感受 不痛苦不快乐的感受 叫舍 舍 舍 舍是平等的意思 要苦受 弱受 死受 所以 中了善因得到快乐的结果 中了恶因得到痛苦的结果 一个结果有时是与生俱来的 有时一出生 家庭环境很好 一切现在 我就昨天问了个人 四十来岁 我说你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吗 他说是 我说你文革要出生 所以有个学生 北京的学生 我说你真信 但我也没经历过 因为我在香港 当时文革的时候我在香港 但是如果你自治分子又是被斗的对象 当年你就可以可能很惨 对啊 你写心精神这么多书法 当时可能会牵斗的 跟你讲 你写的东西被抓出去批斗你的 腹败容易怎么怎么东西 很多人就这样子被斗死的 你在现在能写心 多幸福啊 你看同一个事情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空间 你的福报就不一样 对不对 现在年轻人都没有经过灾难 没有经过激方 没有经过日本的矿战 也没有经过中国的利乱 文革等等 很多幸福啊 就是说你的福报 让你得到的感受不一样 第二 想 这个想大部分是错误 对这个想 这个想是什么 像一个心 就是以为想就是思想 我跟你说 思想这两个字都来自佛教 但是连在一起用 可能是近代五世以后才出现 你们不妨考证一下 我没时间考证 思跟想的佛教 原始是两码指示 没有关联的 结果 后来到近代被聘在一起 这个想是什么 在佛教叫取向 取向 取向就是英文这个 佛学里面很多部分 跟心理学非常相似 有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看到刘先生 当佛教来的老朋友 我一年都两年没看他 我以前看过他 我把他影像 还像摄影机 像摄进我的内心 我的大脑里面 对吧 我有他的底片 我隔了两年再见到他 我又再把他的形象再抽进来 你那个物理学里知道 中学就够了 就是我们人的眼球 是这样子的 人的眼球就看东西 这个人在外面 你看到的是 外面这个影像的一个倒影 就好像照相机一样 我每天的照相一样 我眼球就照相机那个镜头 所以你永远看不到真正的 这个对象 你看到是自己的内面那个影像 对不对 就你里面那个影像 所以我看到了刘先生 我今天再看到他 又把他影子抽进来了 我就找找我两年前那个底片 我的印象 我的印象 我的资料库 现在我有表 这个印象出来有第一个取向 把它取进来 第二个 留下一个印象 两年以后 再见他的时候 又再取向 我就把里面的印象 就表现出来 表现出来 对一对 这个是刘先生 他更年轻了 他已经可能抱孙了 现在还看起来这么年轻 比两年前更年轻了 但我记得还是他 对吗 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想 就是想 想就是取向的意思 很多人 维持思想的意思 错了 我就不懂佛法 这个就是perception 我刚 签了协议 捐一笔钱给清华大学 心理学系 成立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 佛教的维持学 就是唐三藏玄庄的宗派 跟西方心理学的 比较研究 博士课程 人类历史 啊 这个 这非常轰动 听说这个学成大和尚 都发文诸贺 清华大学 啊 这事情 好 这个取向 就是英文那个perception 受想 行 这个行不是一般的行为 这个行 就是以思维中心的 一切心理活动 这个思什么意思 这个思就在佛经里面 在意志里 意志 是view power 意志 我们做所有的行为 为什么会遭遇报应呢 有会感受结果 就是因为我们的意志 这个意志透过省内决定 发动一连串的步骤 非常复杂 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你的阿赖耶 潜意识里 所以到这个机缘成熟 这种力量就会产生力量 让你得到报应 完全是心理问题 完全是心理内部的一个运动问题 不是什么有阎罗王 有什么流头马脸 都是形容而已 一跃而已 对吗 都是你内心的世界 你内心你的潜意识 是具体呈现的现象 非常科学 所以这个诗就是意志活动 跟想是两马子 风马流不相及 一个诗 想是取向 诗是意志活动 后来这两个字慢慢慢慢 就连在一起 变成解释西方的思想 什么思想 中文原来不就用思想这两个字 好了 这个是 意志可以跟其他心理活动 最后一个叫诗 这个诗是了解辨别的能力 佛教又分六个诗 眼耳鼻使生意 就是眼睛是视觉的辨别能力 听觉的辨别能力 臭觉的辨别能力 使头的辨别能力 味觉的辨别能力 触觉的辨别能力 最后就是意识的辨别能力 后来还有大乘佛教增加那个默拿 就是辨别我 整天只只要有个自我中心 叫默拿 最后一个叫赖也 阿赖也 阿赖也就是等于潜意识 就是把所有的资料储存起来 1800年前 人类西方心理学是大概四五百年历史 真正研究了潜意识这么生意 是300年左右 我们的佛教的维使学 释迦牟尼以后八百年到九百年流行的 这套中派 玄装法治印度就把这套中派带回来 所以 这个就是佛教的维使学思想 比西方的心理学早一千五百年 大家想想想 非常先进的一套叫学问 好了 就是说 感受作用取向 作用意志活动 辨别能力 这是精神作用 人类没有这个东西 做人就做不成 就没意义了 对吧 就是白痴了 痴痴呆呆了 没有反应 麻木无人了 跟物质身体 加起来这五堆东西 也应该是指两堆东西 对精神跟物质 对不对 但是精神更重要 因为精神很复杂的 所以分成四堆东西 就叫武运 人除了这五堆东西以外 还有什么 哪一部分叫江山 哪一部分叫李寺 那加起来就可以活动 就可以好像一个主体一样 好像我们汽车一样 我们停了个汽车在外面 你叫他班驰 你叫宝马 叫他奥迪 叫他今天机场中信一样 就派了个奥迪去接我 我宁愿做那个商务车 我喜欢坐高一点 对吧 我就舒服一点 到酒店 那各种各样车我来坐 那个车 什么叫奔驰 什么叫宝马 什么叫丰田 你拆开那个车 除了那个车架以外 那个沙花以外 那个胎盘以外 那四个轮胎 最贵是那个允穷以外 哪个叫奔驰 哪个叫宝马 没有 没有东西叫奔驰 没有叫宝马 没有叫丰田 日本车跟所有车没分别 跟澳洲车没分别 就是那些东西 就是一些零件 最贵那个就是等于 隐穷等于人的大佬 但你不能说那个是宝马 对吧 那个是奔驰 那个是个隐穷而已 对吧 开动器而已 所以呢 人生就是下大 什么叫下大 下大是个名字 一栋栋楼叫下大吗 你到哪个大学不是一栋栋楼 就图书馆代表下大吗 很有特色 我很喜欢 在中国可能数一数 但这个不等于下大 校奖等于下大吗 校奖只是一个主持人 随时可以换 可以调 可以退休 对吗 就是校奖 领导班子 学生 老师 还有这些建筑物 还有在厦门市这个环境 这个叫下大 过几年 改成南洋大学都可以 对吧 或者南方大学 南亚大学 越搞越大都可以 对吧 名字也可以更改的 对不对 那所以说 你找不到一个永恒不灭的主体 像灵魂的东西 那你为谁在追求 等于你那个车很宝贝 你刚买个新车的 大概不舍得它弄花 你开就开一转回来 哇 被人刮花了 停在菜市场去买菜 对吗 你那好新车下地以后 那些小孩子啊 拿去硬币啊 弄花 以后 心疼死了 喷里喷里油 就要几千块 对吗 多辛苦 那个车呢 拆开以后哪个是主体 什么叫奔驰 什么叫宝马 什么叫车 人也是 你看到 你除了那个物质 身体 各种器官 各种感受啊 这个各种意志活动啊 各种精神的功能以外 你哪一个叫江山 哪一个叫李氏 有一个单一的元素 叫江山李氏 但是人就看着这个外形 就以为它是实体 就抓住它 直觉它 就为了满足这个自我 就产生这种直觉烦恼 贪真痴 有此引起 所以这个就是 没办法明白空的道理 大家叫 就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 好像夏大 你说跟什么都没有吗 但是我叫你拿一个夏大出来的 你拿不出来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不是个单一的东西 是个众多元素组合的东西 跟人一样 跟一个宇宙一样 对不对 好了 所以就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 是什么呢 本质 本体 形象 作用或者功用 这三个东西 它有功用 这汽车有它的功用 可以让你运你 载你去接你哪里 它有形象 车有车的形象 跑车 防车对吗 跟巴士不一样 跟油轮不一样 但是它没有实体 这个 这个叫实体 它并没有实体 它拆开 它没有个部分 叫班辞 没有部分叫宝马 对不对 没有部分叫大众 看不到 找不到 跟夏大一样 夏大的实体 哪里 哪一块尊来个瓦叫夏大呢 夏大有个形象 有招牌 有一个范围 有这个学员 校园 有个校区等等 有作用 它能培养学生 它有一种精神 一种品牌 有一种下达的精神 下达的风气等等 能够培养人才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现在说的四四五五 只有功能作用 只有形象 并没有实体 但是人类就只会 所以老喜欢直觉这个实体 这个实体 这个实体在古代印度就叫我 就我不是你跟我那个我 就是实体的意思 所以后来 到了大乘佛教 就不叫我 叫自信 自信等于英文那个字 itself itself 它本身 好像这个卵杯 它本身就是什么东西 它本身没有东西 什么叫杯呢 就是一只金属 对吧 你技术可以做这样 做那样 各种材料 做出不同的东西 都可以 并没有一个实体 所以我们人类 为什么这么多烦恼 这么多直觉 这么多问题 就是因为 把一些虚假东西 都直觉是永恒的实体 然后看到形象 看到作用 就以为背后有实体 其实极有形象 是有作用 没有实体 这就是要空的自我 空不是什么都没有 是不实在 明白没有实体 因为没有实体 就好好运用它的功能 好好运用它的形象 你就不会起直觉 因为为什么 你叫它没有永恒 这个形象会改变 会衰落的 现在花开那很漂亮 有一天它会凋着 人生很青春冒 有一天会老 会死 就明白这个原理就够了 失应明白这个原理 就没烦恼了 你偏偏你就在这个表面 表象里面去追求一个实体 这实体怎么叫实体 实体定义就是三个定义 一 绝对独立的 单一的 长 永恒不变的 主宰 你想怎么样子怎么样的 能够自由自在 如你所愿的 这叫主宰 你就是需要追求这个 你喜欢的人 你希望他永远 几十年都做漂亮 对吧 这么可爱 你喜欢那个珍宝里头 永远都能保持得这么好 不会损坏 你喜欢那个房子 永远都不会塌下来 永远不会漏水 永远都不会出问题 等等等等 人生就这样 你在这个形象跟作用后面 追求个永恒不变的实体 你就自寻烦恼 因为这个世界根本没有这个东西 一些有违法 一切世间的现象都是 如果你能明白它 明白这个空的原理 你就适应它 随顺它 自然 这自然界的现象 你明白这个道理 就没有烦恼 人类为什么烦恼 是因为不接受生死 不接受这个道理 才自寻烦恼 心经理理的智慧 就是要你明白 这个空的智慧 才能让你解脱烦恼 到达彼岸 就这么简单 所以般若就是这种空的智慧 能够了解清净的智慧 没有烦恼的智慧 没有自作的智慧 波罗蜜多就是用佛法 佛法就是觉悟的方法 佛陀的教育好像传样 运理到这个解脱 觉悟的彼岸 这个苦海就是你的直觉 你的烦恼 你整天在挣扎 不知在干什么 你整天在跟自己 跟自己斗 对吧 自己跟自己聚心烦恼 就是因为你放不下这个实体 你放不下这个我这个 张三里斯的实体 放不下你喜欢的各种 四四五五的实体 让你有良好感觉的东西 你放不下它们 包括你的朋友亲人 包括你的名誉地位财富等等 心 这个心字 就是精要的一些 心经的心理精要 因为这个波也类的经典 有六百卷 我跟你说 这六百卷经 我刚开始念六百卷了 每天念一卷 一个半小时最小 我现在可能四十分钟 或者半小时都念完 很很长的一个 如果你念六百卷 大概要念两年 现在好了 现在有iPad了 有这个三星Looks的 我就叫助手 把这个六百卷 全收进电脑里面 就可以搭这个小的东西 到处飞的时候 飞向你就可以练经了 对吧 以前不行 以前每本这么厚 二十五尺这样厚的 里面长六百卷 我念要念两年才能念 我现在念了好几 非常精彩的一个经文 卷用法翻译得很好 这个六百卷大波也经 你有这么多时间去练的研究吗 没有时间 没有限制什么 我们如果精华精要的一个段落出来 我们就把它浓缩成为心经 所以心经就是大波也经 所有波也经的精华所在 记住 这是精要的东西 不是释迦牟尼佛单独讲的经 很多人搞错了 以为释迦牟尼佛单独讲了一遍心经 心经有两种版本 一种叫简本 简本一开始就是观世在菩萨 还有一种叫广本 什么叫广本呢 广本就是很长细的 据说佛在什么时候在哪里讲经 你要观世在菩萨出来去求佛问佛 那传是后人加进去 因为我知道佛经都是后人编的 没有一本是原始释迦牟尼新手写的 释迦牟尼时代没有录像没有录像 后人编的东西想加什么就加什么 觉得他这样更圆美 好意的加这个就反而弄坏的东西 弄了不飞雷飞马 不像样 所以这个广本是不对的 只有略本 玄庄大师唐乔翻译的就是心经的略本 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秋莫罗诗 一个是玄庄 玄庄翻译的最好 像我们流通的在抄写里面 在念诵都是心经的略本 既然玄庄大师是心经的翻译解 所以以他的注解最为可靠 以他的解释 玄庄法师继续没有解释心经 那怎么办呢 他肯定有解释过 就看他的徒弟 他徒弟里面有三位唐乔最有名的法师 很有名的法师 一个是玄庄大师 玄庄大师是为其尽德的职人 为其尽忠的儿子 奉唐太宗李世民的圣旨家 辅助原装法师 贵族出身很有学问 他的心经注解是最难看得懂的 但是写的最好 叫心经幽战 你在《大乡经》里面找这本书 你看得懂我就佩服你 什么叫幽战呢 这个幽字你看到 一个山 这个山的这个地方是最难看清楚 最隐秘的 幽就是山的这两个地方 山谷里面 山沟里面 叫幽 幽战 这个战是跟这个战一样 战术 战术就是写的意思 写出来 把它在最隐蔽的地方 心经的道理最隐蔽的地方 把它说清楚的 叫幽战 唐朝奎基大使 另外一个是新罗国的王孙 来了中国 后来帮助玄战法师翻译 叫元策法师 也是贵族 新罗国的贵族 玄战门下很多贵族 像释迦牟尼一样 释迦牟尼出家的时候 很多是他的表弟堂弟 但奴帝贱民也有 他们一视同仁 但是很多皇宫的贵族 跟他一起出家的 玄战当时也是 很多勿名而来 拜他在他门下的帝族 好 玄战 还有一个叫静迈 李静的静 迈静的迈 这几个法师 对玄战门那 最优秀的出家人 我的解释 心经的就是根据他们的解释 唐朝的注重 最权威 最原始 因为心经是玄战法译 现在人 现在根本看不懂 一下他看《大藏经》 他看不懂 尤其是玄战门那解释 都是很有学问 很高深的 所以他们懂得 只能什么 就在书店里买个白画本 或者在网线电脑里面 随便看一个 无说的 乱说的 乱编的 所以到处在乱发 都把心经的意思都传 不问题再解释 好 希望今天讲的简单的 不会解释 不一定 我不会把整个心经讲完 我把关键的讲清楚就够了 好 最后一个经字 环文叫 Su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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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呢 Sutra就是 原来是一个花 用线穿起来 好像个花环 好像我们在泰国 东南亚国家 一下飞机旅行团 就有这只美女来给你挂上个花环一样 花环一样 就是花环一样 据说用文字把佛陀美妙的言词写下来 记载下来 就叫经 好像花环一样 用可以来供佛 就是用美妙的文字记下佛陀的说法 讲经说法 就叫经 所以佛讲的叫经 菩萨讲的叫论 印度的菩萨 解释佛的经的传说论 论叫Sutra 但是到了中国 就没人敢说自己论 叫什么 一般叫做书 书 书就是整理的意思 把一个艰难的地方讲 或者战术 或者术 用这些名词来说明 注解的意思就是注解 古代注解就叫书 或者什么 叫超 我是超古文的东西 都是用各种很谦虚的名词 说明自己 因为不敢把自己当成印度的大菩萨 大菩萨才敢自己叫论 所以胆子最大就是六祖的后人 把六祖的本经叫做谭经 对吗 你已经胆子很大 对吧 一般绝对不敢的 你到了什么本屏 你顶多能自己叫论 你怎么可以随便做自己的东西去经 弥勒菩萨可以 因为他是未来佛 其他人都没资格这样做 好了 所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意思就是一种清静的 没有烦恼的 超越系俗直觉的这种智慧 能够观空的智慧 去让你度过生死的苦海 到了解脱觉悟的彼岸 这种这个法门这类的经典的精华精药所在 就在那里两百六十个字 就这么简单 这个经体 这个经体就是人本经的内容了 尤其最重要是几段 前面这几段 非常重要 第一个 观自在不上 我很喜欢到处到日本到哪里就买心经 我以前呢 现在日本的这个佛学书 我跟你说 日本的佛学研究 中国跟日本比较 中国落后日本五十年到一百年 整整整 人家在明治时代 就派出家人到欧洲留学 学什么 古代印度的梵文 巴历文 西藏文 我们完全没有 所以原来落后人叫五十年到一百 所以就没办法 所以现在一定要把第一把这些东西翻译过来 我记得 我来的途中刚好 一位法师叫惠观法师 原来是中山大学广东 广州中山大学一个教授 玉文所的教授 他后来跑到杭州邻影师了 现在出家了 他原来这个太太也要跟他出家 后来这太太没出家 不敢出了 因为他刚出家的时候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觉得出家室更多 没想到这么多烦恼 他是个很好的学者 很优秀 他替我翻译 玉文 怎么翻译呢 我就给钱他 我说你给学生做功课 然后你来检查学生 我等于我资助学生 但我这个钱不能白给 学生什么事情没干 我就给钱 他不会珍惜 我说你的学生是学玉文的 你就让他们翻译做功课 你就修改他们 就让我把你修改好东西 我来出版 免费送人 我现在书到现在都不卖钱的 还来送人的 好了 这个肖老师 现在到了书的家 叫惠观法师 他语文非常精通 是语文留学生 两夫妻都是 他替我翻译于佳斯 刚才通信息来以前 对吗 就是什么 他很有责任感 重新修订再修订 立即立口 完美 就是我们现在要追上日本 先翻译人家东西 然后要培养我们的同学到外国留学 学着印度的梵文 巴黎文 有多种语言 来补我们汉文的不足 我们的佛学研究才能跟上一个层次 因为所有的 几年几读教研究性经都有 研究性经这么简单 研究是拉丁文的 西法来文的 不光是看英文本汉文本的 他有后面有别人神学家的支撑的 有人挑战天主的基督教 他们就出来顶住 五个没人可以顶住 对吧 人家一攻击佛教 我们全没有懂 幸好我还是业余的 我是为兴趣的 为弘扬佛教的 我真正的本业是金融 企业 对吗 我用了四十年的时间 来业余 十五十开始弘扬佛教 纯粹出于佛教 太伟大了 我要跟人家分享这种心态 不是为了什么自己的好处 好了 所以观自在菩萨 我去日本买书 在中国买书 一看到解心经书 我就喜欢 我就想买 但是我第一翻解一页 观自在菩萨怎么解释 如果一看到观自在菩萨 就是观世音菩萨结本书 我就不买 觉得他层次太低了 乱解 如果以为观自在就以观世音菩萨 心经里面最小不是这样 有一次范征 很有名的书法家范征 在孝兴见到我 孝兴龙华市搞一个论坛 会计三论 赞儒法师请我去 孝兴市委书记在哪里跟我们去范 范征就问我 他知道他们很客气说我是大师 我一直去大师 范征是著名的画家 他说王先生 你觉得玄撞 玄撞翻译的心里怎么样 我说当然好了 很简单 他第一句观自在菩萨 就幻成观自在菩萨 幻成观自在菩萨 他说有分别吗 我说当然有分别 我不跟他解释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范征这个人 态度很傲慢 不够先虚 对吗 不好好来请教跟我学习 你一重新要拜我的师父差不多 你画画是你的专长 但是佛学你要拜我的老师 你没有这种心态 为什么跟你讲的这么明白 对吗 好吧 我说很简单道理 为什么不一样呢 我说范征是名画家 名画家是画家 我给你讲 画家不等于是名画家大画家 哎 他说好像他明白 又好像不明白 他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 这个人不够虚心 因为他在电视上讲 半年国学大师嘛 对吧 扮演了嘛 后来我在吉祥买了这本书 又讲心经 但是也是很含糊的 很含糊的 就第二天 到论坛的时候 请他演讲了 他主题演讲 楼宇烈跟他两个演讲 名气大 他们演讲 我坐在哪里 他又讲心经了 你讲了观自在菩萨 他马上轻轻带过 不敢讲下去 因为我在哪里 他知道可能会讲错 我扛定 刘宇烈就讲错话了 楼宇烈 北京大学老教授 他讲错话 我下来就批评他了 我说楼老 你刚才讲错了 我又指出 为他错在哪里 他马上成立 人家有修养 他知道自己错 马上成立 我楼宇烈 你这次大学的名气太大 但是他不一定用功的 太突然邀请他了 他忙不过来 他不像我去哪里 我都准备好去去的 对吧 我们是金融家的那个习惯 搞金融的 你可以不研究清楚的股票 你去买股票吗 输死你啊 对吗 你钱的船亏掉了 对吗 做人不可以做银行 你可以 你可以一个工厂 没研究清楚 你就贷款给他吗 你那几千万几个亿收不回来的 我们就有心态去对佛教 一定不能是这个应应真真 对吗 不能寒寒糊糊的 名气大是名气大 但是你要做好功夫 好了 什么叫观自在呢 观自在 叫观慧自在 一个角度 一个角度 叫圣意地 这个圣意地是什么 我们用现代话叫绝对的真理 绝对的真理 还有一个角度叫细足地 细足地 细足地 这个是不行啊 细足地 细俗 细足地 地就是真地的意思 就是细足的真理 用现代话叫双对的真理 怎么叫绝对真理 怎么叫相对真理啊 相对真理就是说 太阳东东方升起 西方落下 对吧 红灯停车 绿灯开车 就相对真理 为什么 东西都是可以改的 怎么叫东方西方 你出了地球 还有东西南北吗 东西南北都是假设的 什么的红灯绿灯 只是人为的 对吗 我们今天开始所有 所有全世界都允许红灯开车 绿灯停车 它变成就是习惯 就是一个规矩了 对不对 所以解决相对真理 不是绝对 什么叫绝对真理啊 没有东西绝对真理 所以空就是绝对真理 一切宇宙的万事万物 只有形象 只有功能 并没有实体 就是绝对的 所以没有实体 空就是宇宙的原理 这个讲座是空的 我们有这个讲座 这边有讲解 有听众 有下达这个环境 我们下达有讲题 就有这个 到了六点钟以后就空掉 就散掉 就是因为历史成直了 它存在过 只是它的形象 还讲照片 曾经有些堆人坐在那里听课 然后有它的功能作用 它听人也回去有印象 没有实体 没有东西可能永远保存 拿出来给你看 就是这样 下达也如此 厦门是如此 中国如此 地球如此 这个宇宙也是如此 都是有形象有功能 没有实体的实体 空就是最 宇宙最根本的原理 就叫空性 我们的智慧体会空性的 这叫根本智慧 根本的智慧 这根本的智慧 怎么叫根本 宇宙最根本的原理 就根本 宇宙最根本的体会空 这个原理 这种状态的时候 就是离开语言离开文字 如果你觉得我现在的体会空 你就不空了 你就有个空的概念直觉了 对吧 你要连空的概念 即将都放下 你才能 没有 你空的概念跟即将都放下 都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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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就一丝一毫都没有 在禅宗叫什么呢 西方叫衣丝不挂 衣丝不挂 不是叫你不穿衣服 就是说一条头发 一条毛 都不能留下任何的牵挂 直觉 又另外一个比喻什么 叫百次肝头更进一步 所以说百次肝头啊 在一百次的肝下面 你凌空踩在哪里 你轻功多厉害 再进一步是什么 没有东西颠着了 对吧 就没有直觉了 你百次看到 还有个肝在哪里 对吗 还有牵挂 还有一个东西 平静 你连这个肝都不要 就飞起来了 就能腾空而起了 这样子 就能真的放下一切了 所以道家也是这样讲 损之又损 损之又损 就是说 你把这个空的概念也空掉 空的概念也空掉 又空掉 空的概念也空掉 也空掉 也空掉 一路最后真的全空掉 一点牵挂 一点直到都没有 这个就是损之又损 就是根本质的境界 这个境界是离开语言文字 说不出 不可说不可说 不可思议就是这个境界 真正正正宇宙的最高原理 绝对的真理 但是同一时间 还有一个叫后德制 后德制就是体会这个相对的真理系组 就是体会什么 这个宇宙的关系 各种因素各种原因 好像我们今天的讲座是因为有讲解 刚好来到 我这个讲解刚好来到 夏大 又有吴贵兰老师 林海英老师 认识我们钟老师 然后就这样的穿针眼线 要有今天的讲座 有夏大 有这个文化 各种条件 各种因素 众缘合合 才有今天的讲座 对吧 那你这个后德制就是运用 观察这个宇宙的现象 各种因缘怎么组 怎么把一个事成能够成就 这个什么形象 有灵性这种像状 这种功能 所以这个是用的 是体 这个是用 如果用中国的节学老话 一个是体 根本就是能够明白那个体 空的本体 这个是用 怎么运用这种空性的智慧 去创造利益众生 并降生能觉悟的功能 所以这个后德制 是理解这个系俗这个现象 然后怎么去运用你的智慧 去互斗众生 这两种智慧 在初地菩萨 佛教认为 我们修行大清佛教 有三大无量节 这个无量节 叫阿僧齐节 这个阿僧齐节 分三个阶段 一个阶段 叫发菩提心 这个发菩提心很重要 什么叫菩提呢 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 觉悟 觉悟叫菩提 是追求觉悟的心 我立下志向要追求觉悟 这叫菩提心 我就是简单的我要成佛 所以我最怕听到有些人跟我讲 所有宗教都一样的 都是要劝人为善 那我说你算了 你就不要信佛了 你信几个教算了 你儒家也不是宗教 你信儒家 我说劝人为善层次太低了 我说任何一个社会上 都应该做善事 为什么呢 就是大家对大家好 你对人好 你都对你好自然现象 你根本不用送宗教 对吗 要信宗教才是对人好 根本不应该的 任何人都应该对人好 因为社会和谐对你有好处 对吗 你入林 大家和睦共处 这个社会才会好 你也会开心 佛教不光是劝人为善 如果你自己佛教 只劝人为善 你把佛教看得层次太低了 佛教要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理 得到大智慧才是佛教 所以发菩提心 就是要成佛 学佛都要成佛 成佛靠什么 靠自佛 没有错 跟拜佛不能成佛 跟念佛不能成佛 我老讲 有些人听了可能不高兴 你很喜欢你的孩子 很希望孩子进厦门大学 我跟你说 你每天在孩子的厦门大学门口跪下拜 你每天回去念厦门大学厦门大学厦门大学 蓝魔厦门大学 蓝魔厦门大学 你能进厦门大学吗 进不了的 对不对 你要努力去考试 做入学的准备 你才能进厦门大学 那个时候这个念识心的动力 不是要你挂在嘴边 意思一样 所以发菩提心成佛 就是要自己得到觉悟 要帮助所有人觉悟是菩提心 这是最伟大的心态 因为众生有了智慧才能离苦得乐 才能真正解脱生死轮回 解脱这种人世间的烦恼 没有智慧你帮不了他 你救他多少次 你救他以后他要跺下去 你救他他要跺下去 你要他自己会游泳 自己会开船 他才能逃出生天 逃出苦海 所以发菩提心立下志向是开始算了 到了初地菩萨 这是一大阿章期 第一地阿章期 哇里面经过无量无数的人生 不知轮回多少灯多少事 就千千万万事 里面经过什么 实信位 建立大乘的信心 实住位 实行位 实回向 经过四十个阶段 才能到初地 所以禅宗那种开悟 在严格的大乘佛法里面 那个不一定是真开悟 所以我们五台山 有个孟昌老何相一百岁 他说禅宗的明生见性 其实实习信远满而已 就信心具足 这就以为明心见性 夸大了 老何相这样讲 因为老何相研究过禅宗 也研究化言宗 我们肯定知道 但是我们不好意思这样 就以为在批评禅宗 对吗 所以禅宗整天说开悟 全天说顿悟 没这么容易 没这么简单 初地菩萨 印度历史上 古印度只有两个初地菩萨 一个是 一个弘阳空的龙宗菩萨 一个弘阳为师的无作菩萨 两个 好吧 这个叫一个阿章七节 一个无量节 从初地菩萨开始到八地菩萨 这就是第二个无量节 从八地菩萨成佛 就第三个无量节 三大阿章七节才能成佛 三个 所以成佛不简单 是很有担当的 很有宏愿的 不是讲讲而已的 不是那种迷信可比 追求无相的滋味 追求觉悟 好了 关键就在 所以人家说佛教说 什么才能在佛教里面不退转呢 不退转有三种情况 第一个 就是刚才说的 实信 刚开始学佛 实信未圆满 就是你的大 对大乘佛教的信息 已经非常具足 不会动摇 你觉得大乘最好 你不会学小乘 你不会信神教 你觉得一定要当菩萨 这个大乘的智慧最高 这个道理最好 信心具足 信不退 你的信心不退 第一个 你叫出地菩萨 你叫出地菩萨 就不会犯任何恶业 刚才有个同学问我了 地狱啊等等问题 你不会犯恶业 就永远不会下地狱 不会下出生道 不会到恶鬼道 这三个恶恶道跟你完全没关系 小乘的出国或者大乘出地 走出来的时候 甚至经常讲 那这小的动物都要自己走开 因为你没有杀气了已经 对吧 他们都不会连到你哪里来了 第三个阶段 八地 这是永不退转的 出地到八地还要生死轮回 为什么要生死轮回 他们其实可以安居在净土 极乐世界等等地方 能够去听经文法 但是不行 因为他们发过菩提心 他们立下志向要普渡众生 所以他到了出地菩萨 还有再来轮回 再来普渡众生 但是他的烦恼是受控制 所以他一出生不久 就很快能够接触佛法 又重新学佛 又马上成为一个很能够领导大家学佛 成为一个名师大献之死 所以这种就是出地到七地菩萨 还不断的生死轮回 好像我刚才说的救生船 马航掉到印度洋 他不断回去救人 一样出地到七地 到了八地菩萨就不用出轮回 他就有伟大的能量 为什么呢 出地到八地的时候 刚才说的就是根本制 跟这个后德制都同时出现 出地的时候是一千亿后出现 开始录定的时候 开悟的时候悟道的时候 根本就出现 体会就空性 但是这个时候后德制没出现 这个根本制沉默的 丁中沉默 后德制就出现 回忆刚才根本制的境界 然后观察这个宇宙 人生的现象 怎么去把这个体会 讲给众生知道 想知道 这是后德制 一千以后 到了三地四地五地开始 会偶人会两个一起出现 然后两个出现 就越来越频繁 越来越频繁 越来越频繁 好像我们做了什么 要一心二用 我现在经常可以这样子 你们也可能可以 一边在拿手机讲电话 一边在签文件 我的助手给我这个文件 那个文件 我就一看着大概知道什么东西 我就签下去 以前跟我说过 但我电话还继续跟他讲另外一个话题 对不对 那有人开切也可以 但是最好不要 再来就被罚的 对吧 所以有些理很纯熟的 也可以一心二用 这个就是一个意识力 一方面能够体会空的那种状态 一方面又用这个状态来帮助人 有很多厉害 这个叫后德制 到了七地的时候 已经能够同时出现 但是要用功力 叫有功用型 有功用的意思就要用点功力 就是要推动他 又入禅定 要入定 要推动他 让他这两种智慧出来 发声功能 发声作用 到八地的时候就无功用型 就是不用功用了 不用功用 我们佛 这用了道 道家一个名字叫任运 任运是封车一样 字只转动的 你八地以前你的手 还经常要拨他 让他转动 八地以后就好像有太阳龙了 自动的转 自动的转 你手都不用拨 所以八地菩萨 就是他的两种观察智慧 有两种智慧 一种是观 这个圣意地 绝对真理的 叫根本智 一种是观相对真理的 世俗地的 这种叫后德智 能够不由功用 不用功力的 同时出现 一起观叫空跟有 两边 这个体跟用 两边 现象跟问题 同时观叫 这叫观慧在 这种观慧自在的菩萨 就叫观慧在菩萨 不是观慧萨 观慧萨是法画经里面一个人物 闻心就苦的 大慈大悲的 他也是古佛了 他已经在过去就成佛了 他在过去的世界叫正法明如来 正法明佛 他是来到这个人间 在佛经的这个宗教神话里面 来到帮助释迦牟里普渡众生 也跑到极乐世界要帮阿弥陀佛 这个也帮 那个也帮 人家说他 他是牛津大学 剑球大学的荣修校长 他跑到夏大来当客座教授 又跑到清华去也当当客座教授 这样而已 明白了吗 他就是观慧萨 但他呢 所以他也是成了佛的人 好像荣修的大学校长一样 他再来帮助其他世界的佛来普渡众生 每一个佛就好像一个校长一样 一个地区的教化 所以这个佛教就影响了天主教 天主教后来的红衣主教制度就这样来的 红衣主教就是一个教区一个教区 中国有红衣主教 香港重要性大有红衣主教 台湾有红衣主教 那个布达拉宫啊 西藏 跟那个罗马的凡帝宫制度很相似 所以后来有人就研究 我就看过这些书 他说耶稣去个印度学佛 你跟几头教徒讲他一定很生气 但是这是老外写的书 不关我们的事情 你写书都不是信佛的 他说有一本书我看 叫什么呢 你们可以向往找 Lost years Lost就是失去 Lost lose的过去词 就是失去失落的意思 Years年份of Jesus Christ 就是耶稣失去的年代 在根据耶记录 几度教的信念的记录 耶稣有十几年空白的 几度教徒在深山里面修炼 其实根据西方学的考证 他跑到这个西状跟印度的边缘 一个庙里面修行 他叫埃萨 埃萨 这个是1990年代大概那个时候 刘金大学一批教授研究的结果 埃萨 埃萨就跟耶稣很像这个念法 对吧 他在修过 可能还有点特异功能 所以回去 回到哪里 还可以变这个变那个 有点摸碗 摸素的功能 这样子 但是生不逢磁 被钉十字架了 对吧 后来人家纪念他 才搞出几个教 所以 这个八地菩萨就是观慧菩萨 观慧菩萨就是什么 就是当于学问那个阶段 等于你拿了博士了 对吧 八地永不退转了 你拿了博士你的学历就得到一个保证 是不是 你已经完成人生的有一定的智慧了 这个模式叫PhD 对不对 这叫PhD什么意思啊 Philosophy Doctor Philosophy这个字 就是英文这个Sophia 这个字来的 就是Wisdom 就是智慧的 智慧之学 哲学就是智慧之学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拿这个Picture博士 就代表你到了某一个阶段等于一样 好了 你到了成佛 就是大学校长 大学校长 在现在来说一定是博士生 对不对 没有博士我们看现在没有人不是博士 能当大学校长 你是博士生 但博士生不一定能当大学校长 对不对 所以观自在菩萨 就等于我跟范征说的 是画家 比范征是大画家 观自在菩萨是大菩萨 是佛 古佛再来是法生大士 我们这种叫法生大士 已经成了佛叫法生 一线菩萨的身份叫法生大士 一个八地菩萨 观自在那里菩萨 他是法生大士 但法生大士 不止八地 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观自一能够观自在 观自在不一定是观自一 要弄清楚 这个你看 《新经》这么简单第一句 就大家就解不清楚 你没有看过唐桥的注解 你还没有明白范语 你根本没办法解决第一句 但第一句你都解不了 不要说往下解 为什么呢 没有黑色的 《新经》这个 这个字 Avarokita 这个字翻成关字 Avarokita 这个梵文 这个关字 后面就有两个不同的字 一个是什么 叫 水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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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瓦拉是星音的意思 Avarokita 水瓦拉 所以我们从来不念梵文的 如果梵文就太长太长了 Avarokita 水瓦拉 就是观察星音 为什么有个四字呢 世间的四字呢 因为这里有个字 Loka 这里藏了一个字 梵文Loka Loka 是世间的意思 观察世间的星音 所以你翻出来也可以 不翻也可以 可以翻成Avarokita 观字翻出来 你不翻出来 就像观音也可以 或者观世音也可以 都可以 因为这个观字里面 包了一个世间的意思 在里面 这个梵文的原意 好了 另外一个字 Avarokita 还是这个字 但是呢 这个字变成 伊瓦拉 你看 大家多了个爱 这个伊瓦拉 就是印度古代的大自在天 一个神的大自在天 所以这个爱跟A合并在一起 都变了一字 这个叫Avarokita 伊瓦拉 就是观自在的梵文 就是观察 观察能够自在的观察 好像大自在天一样的自由 有个智慧这么厉害 就跟两个完全不同的字 你怎么可以说观世音菩萨 可以翻成观自在菩萨 根本来源都不一样 后来有人考证 就观世音是古代 从西域丝绸之肉进来的 这个观自在是直接从印度传来的 中间可能被弄过手脚 就是被人误写 或者根本是两个不同的菩萨 有可能 反正心经就是讲八地菩萨 不是讲观世音菩萨 不是画画经的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呢 因为心经是龙硕版 它出自哪里 出自大波野经六百卷 大波野经里面 有一品叫学观品 这个学观品里面有一段文字 另外有一个更旧的 更早期的叫大品波野 大品波野里面有一品叫习应品 修习禅观与真理相应 叫习应品 这两品 出来这个大品波野就收进大波野兵里面了 这个学观品学习空观 怎么修空观的意思 里面有一段文字跟心经是一模一样 你可以对照 我的论文 2013年 尤先生也去过香港 参加了论坛 我自己花了两百万自己的钱 在港币在香港举办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佛学论坛 这个论坛论文就已经出版了 中央文史出版社 全国政协相关文史出版 但我不卖钱 你们下次需要我记忆谁来 钟老师放在图书馆 第一篇论文就是我的论文 就讲心经的论文 一整段原文拿出来对照 他们一开始不是观自在菩萨 叫什么 叫菩萨摩佛萨 什么叫菩萨摩佛萨呢 这个菩萨 第一这个菩萨 这个字 先捡起来 菩萨这个字叫Buddhisatta 菩萨就是菩萨的意思 所以翻成中文 菩萨摩佛萨 翻成菩萨摩佛萨 这个字翻译了音 萨多 菩萨摩佛萨 菩萨摩佛萨 菩萨是觉悟的意思 萨多是有情众生 用现代话就是人类的意思 一个追求觉悟的人类 人 他在追求觉悟的时候 也帮助他人觉悟 就叫菩萨 自觉觉他就跟我讲 所以菩萨就是菩萨 萨多是人 或者众生的意思 好吧 中文很懒的 越能简化就简化 菩萨多太长了 就拿两个字菩萨就算了 如果你每个字都念四个字 就太长了 就菩萨 然后讲摩佛萨 摩佛萨摩佛萨的意思 大成的意思 最大菩萨 还不光是菩萨摩佛萨 还是特大的菩萨摩佛萨 但是这个有定义 不是说你跑到寺庙里面 捐权捐得多 我是福建首富 我捐几个亿给你 对吧 你就是大菩萨 不是这样的 是要有个品味修行的菩萨 要为当八地菩萨才能叫菩萨摩佛萨 为什么 他已经永不退转 他已经不需要生死轮回了 他能够随时变化生 普度众生了 随缘度众生了 才叫菩萨摩佛萨 所以是有根据 所以心经的原文是出去 大剥也精 大品剥也 从里面抽出来 方便流通 对吗 等于我们从毛主席的演讲里面 抽两句出来 从邓小平同志 里面抽两句出来 方便流通 对不对 从大学校长的演讲里面抽两句 就这么简单 抽结断就是心经 就是精华所在 所以原文是菩萨摩佛萨 所以后来 为了大家更容易理解 吸引大家 就翻成观自在佛萨 观慧自在佛萨 当他深入最有深度的智慧出现 深波也波罗蜜多 不是浅的波也波罗蜜多 就是深的波也波罗蜜多 就是根本智 正入空性的时候 他就看到五蕴皆空 五蕴局刚才讲了五对东西 这五对东西 这个江山里是都不是真实 都是空的 不光是五对东西主行的人是空的 这个大学都是空的 有讲座都是空的 这五对东西本身也是空的 什么叫感受 什么叫取向 什么叫意志活动 什么叫了解辨别能力 什么叫物质身体 物质身体进了这个化验室里面 就是四肢五官 这是最后指的骨头肉血 这些细胞 什么都没有 你找不到哪个叫江山 哪个叫李四 所以一切都不可得 只有形象 只有功能 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 就是空的意思 所以不光是人空 法也空 人法皆空 就是大成大 小成人只体会到人空 体会不了法空 是五蕴皆空 这个是指法空 不是五蕴组成的人空 这么简单 五蕴本身都是空的 能够到这个境界 就是能够到这个境界的时候 就能够度一切苦恶 什么叫度一切苦恶 自度度它 因为你能够看到一切都空的时候 你还会有直觉吗 你不会有直觉 你就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 你就会远离颠躲 梦想 生死轮回了 你不光是自己八地菩萨 已经能够变化身 去度众生 所以不光是你自己 等于说你到了八地 你到了博士以后 你可以当副教授 你可以用视频跟人家讲课了 最小 对吗 你不一定要跑到每个地方去讲课 你在电脑里面有视频 都能给人家讲课了 以前还没这个资格 你现在最小的拿到博士 所以你还不是大学校长 但你不是了 你最小多个助理教授副教授 你可以开始讲课 用视频讲了 等等 好吧 所以呢 能够自度度它 解脱自己的烦恼 自己的直觉 也帮助别人 度出人家的烦恼 人家的直觉 说一切苦 包括自度度它 第二句 色列子 色不亦空 空不亦生 色这是空 空这是色 少想行实 亦复如是 第二句是色列子 这个字跟刚才一开始讲 这个佛的遗骨 那个色列子 不是同一个词 那个遗骨是什么 色列子 色列子 就是遗骨的意思 这个什么呢 这个色列子 这遗骨 这是人名 这是一个人的名字 这人叫什么 叫撒利布特拉 叫色列夫多罗 夫多罗 这个夫多罗什么意思 叫布特拉 撒利布特拉 夫多罗是儿子的意思 这个字又是翻音 又是翻译 凑在一起 色列就是一个人的名字 是色列的妈妈 就是色列子的妈妈 色列子的妈妈 原来这个色列是用鸟 这用鸟叫秋鸟 眼睛非常漂亮 可能像凤王一样漂亮 她的妈妈眼睛很漂亮 所以人家都叫她 妈妈叫色列 色列后还生了个儿子 就是色列子 就这么简单 就是色列这个漂亮 眼睛女人的儿子 不要小看这个色列子 他一般佛性叫色列夫 这个夫子 色列夫 他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 智慧的 大品薄言里面 就是以他作为 问问题的人 有资格问 跟薄言有关的问题 只有两个 小青只有两个罗汉 一个是色列子 一个是虚谱体 解空第一的虚谱体 跟智慧第一的色列子 大成就文殊菩萨 弥勒菩萨 等等菩萨 才能问问题 有资格问的问题 所以色列子很妙 所以大家又以为 心经佛制 对观世音菩萨讲的 就是大误会了 这个观世在菩萨 不是专指一个菩萨 是贩子 不是专指你这位博士 是所有的博士 所有八地菩萨 明白了吗 所以听经的人 不是观世音菩萨 大家误会 所以外面的 写书的人 住起来乱解 就是这样子 就是观世在就是观世音 大家都误会了 因为佛对观世音菩萨讲经了 佛对谁讲经 佛对色列子讲经 听经的人是色列子 色列子 是车才是对的 那个观自在是泛子一切 听到了八地 能够智慧得到自在的菩萨 摩佛萨 就这么简单 所以色列子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不亦空 空不亦色 不亦空 物质身体为例 然后受想行使 是精神 所有精神跟物质 都离不开空性 精神跟物质的本体 本体 它没有本体 没有本质 你硬要说有本质 空就是本质 一无所有就是本质 因为找不到本质 所以找不到本质 就是最后的本质 最后的状态 就是什么都没有的状态 这个就叫空 所以一切物理现象 离不开空 好像将桌子 将桌子 将桌子 什么叫桌子 没有东西叫桌子 是木头造成这个形象 撕着脚有个桌面 叫桌子 叫书桌 这个叫 然后讲桌 你打麻将叫麻将桌 你去饭桌 小孩子做画画的画桌 等等等等 这个桌子 你重新改过就可以变床 形成小床都可以 变其他东西都可以 所以根本没有实体 桌子是什么 桌子实体就是木头 它的本质是木头 那木头有实体吗 没有 你木头里面找了一个东西 叫木的东西吗 找不到 它的木的一条迁移 一块块甲板 对吗 臭屏而成的 再把自己的拆开迁移 想要什么吗 就是这些元素 分解以后 氢啊氧啊碳啊等等元素 一路分下去 在物理学上只有功能 只有原子 电子分子 功能最后 找不到什么 叫木 找不到 就是空 空就是最后的本体 但是它形象存在 功能存在 可以写东西 可以做讲究 但是它其余 今天没有实体的 奇怪就奇怪 整个宇宙都是这样子的 本身是空性 但是现象又存在 它的关系就是 并不离开 这个桌子当下就是空的 空并不离开这个桌子 对吧 两个关系就是这样子 非常密切 它这个桌子不等于是空性 那桌子这个现象离不开空性 好像水跟波浪一样 水不等于波 我说叫你拿一盆水进来给我洗洗脸 你不会说拿个波浪进来给我 对吗 但是有波浪的地方就有水 明白了吗 这个水就代表空性 波浪就代表一切 精神物理现象 有精神物理现象出现地方 对吗 就一定有水 就这么简单 哪里都有 我的思想也是空的 我的所有物理现象也是空的 就是真实的情况 所以色不易空 空不易真 色这是空 色的现象物理现象的本体就是空性 空就是空性 就是一些物理现象的本体 所有进行现象也是如此 就这么简单一句 然后最后 我就刚才讲了 就是我跟叶小文讲 很难解释 色的子是诸法空性 不生不灭不够 不正不正不减 为什么这个诸法 这个诸法包括有为无为 有为就是有各种因缘形成的 这是现象 无为就是这个宇宙的本体空性 不用任何因缘造成的 有为法跟无为法就是诸法 无为法是不生不灭 不够不正不正不简单 有为法是有生有灭 有够有正有正有简单 这位香港法师 他是姓一大合唱 禅宗有名的禅宗法师的弟子 得益弟子 看了十几年的书 各种书都看 请教了很多专家学者高僧大德 都解不了解 为什么 诸法应该是两种东西 旋装法在只讲不生不灭不够 不正不正不正 我就以这个问题的问题 我们在业举讲 我说他们里面很多博士 就研究佛学 这个楚强当年在成都就问过这个问题 结果我回答他 不是旋装法语翻译错误 我毫不犹豫的 就说是你错 不是旋装大师 旋装大师 你哪里会错 他为什么 王先生 我说 因为你只看到诸法两个字 没看到空相两个字 什么叫空相啊 这个空相有两个解释 这个相跟性是可以互训 互训是通用的 空相就是空相 其实真正不是这么简单 这个空相是一个繁文叫 顺亚塔 顺亚塔就是空相 这个TA就是抽象名字 顺亚 中国佛经 你知道早晚课的有一句 有叫顺弱 顺弱 多性可消磨 对吧 就是顺弱就是空相 顺亚塔 后面还有个字 就叫拉善喇 拉善喇喇就是法印 山法印 那个法印 法印什么 就是特征 就是特支 山法印就是佛教三种特征 符合无常无我裂盘 就是符合佛法 明白吗 所以每一个人有他的相貌 不要说留下的相貌 中老师有中老师的相貌 你的相貌就是你的特征 为什么拍照片 证件人有照片 就是因为你可以辨别 是不是你的证件护照吗 所以就是说 每一个东西有它特征 它这个一切法的空性 它的特征在哪里呢 就是不生不灭 不够不正不正不减 就这么简单 我说理此 研究诸法 确实有两面性 但是它这句旋徒法 不是要讲诸法 是要讲诸法空性之相 诸法空性的特征 所以只讲一面就够了 就不生不灭 不正不讲不够不正 讲完以后 它五体投体佩服的 然后我把这个故事 讲给一页小文局长一听 高兴 王先生你赶快帮我们 中国编门大赞金 我说人少要很多 不是我一个人坐着来的 慢慢来 所以我现在答应了 一页小文局长 他现在也不当国家宗教育局长 他去社会主义学院了 可能过两年就退休了 我答应他要做 我就要编一套 汉文大赞金教材 我不编整套赞金 编的大家也看不懂 我要编一套白画的 比佛光山来到更好 佛光山编一套一百零几百 那个很差的 我后来 我后来 见到佛光山第九代主持 方将在北京见到他 因为国家宗教育 邀请我们来 聘我做这个荣誉理事 国家宗教 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 我就见到佛光山 星云法师的 这个小徒弟 很年轻 但是命很好 家大业大 师父有的是钱 对啊 他年轻了 三十对不到的都方丈了 佛光山了 我说你们听到书片子很差 我都跟他不客气讲 一百零几本白画的 保障 快乐不好 我希望重生编 但是有难度 因为中国的很多学者太忙 他们整天学校太多事情 忙得不得了 出家又忙 他们也忙 各自不得忙什么 对吧 那所以 我只能找一下退休学 我钱我愿意给 最小一本书给几万块 没问题 但是我将来不赚钱的 我将来就是放在网上 让刘大家下载 你可以刘居士 你在你的佛堂里 拿着出他就可以去讲课了 我就是要做一篇 大家特别用来讲课的教授 现在 初一年下班了 已经开始启动了 现在手上有两个学者 一个是 复旦大学的郑伟红教授 写了一篇跟逻辑有关 另外又是 韩庭界 北京大学 原来韩庭界教授 写了一篇跟为师有关的 我们在审阅之中 审阅什么呢 他们的学历肯定没问题 审阅他会不会太深 看不懂 如果要 你们这些大学生 研究生看不懂了 那就要再一些浅白一点 对不对 让大家可以拿来当老师 当教授 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可以做 你看 就以心经的这么为例 这么短的两百六十字 里面这么多含义 如果外面随便买一本书 人家说得这么清楚吗 说不清楚 整个佛教的精华段里面 可以三样人里说清楚 佛教就没价值了 对吧 所以还是好好的 从文师修 是了解佛陀的教育 我们有机缘的时候 多看 多听 多学 才能明白佛教高僧的智慧 无尽的智慧 谢谢大家 谢谢 謝謝 好 谢谢 他同意同意 他同意同意给你 因为这个是人家 你讲的一个是 我收藏了 不感觉他发粗了 它很简单 所以你可能不听 你要看就算了 对 谢谢 还有这么多 没有帮助 这学的歌 那歌有两个字 这个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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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十钟奖 我给你发到 你不能过来